邻居老警察王哥年轻时也是个文艺青年 喜欢写作 一段时间他因工作需要经常行走江湖 和黑社会打交道 学会了不少江湖话 后来听他的爷爷讲江湖从坛 更是掌握了很多的春点 居然还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 成为江湖话的专家 有过江湖卖药的先生至某处 先请教病人的邻居 邻居说果实点串掉的张啃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邻居是卖药先生的内线 也是个江湖人 暗示这家有个妇人得的是心痛之病 原来果实点按春点的砍语便是女人 串掉的张啃便是心口痛 卖药的先生于是给病人一诊卖 把病员说出病人吓一跳 神了 由此对看病先生产生无比的信任感 病人哪里知道 他们院邻居暗含着春 给那卖药先生啊 病人自然是花大姐买了药 卖药先生则挣了钱 也会给邻居抽个头 这就是江湖用春点的意义 江湖中常说的春点是什么意思呢 通俗了讲 就是读书人的字典 也有点像密码本 每一个行业 某种人或者某一种行为 都有特定的说法 外人根本不知道 比如 做梦叫团皇梁子 管穷人叫水马子 管打架叫鞭托 据说江湖话的春点有几万言 简直就是另一门语言 要想行走江湖 必须学会春点 半开眼以为会说几句江湖话 就能混江湖 其实是很危险的 真正的江湖隐语 与生意有关 与生存有关 怎么会与外人道来 江湖社会卖药行当里有个说法 叫穷不离挂摊 富不离药锅 江湖郎中走街串巷给人看病 诊脉 如果把病人的病原说对 一般先不给治病 先要水火黄 上一期我们聊民国小柳士曾说过 于黑认为北京活马子多 就是有钱人多 而穷人叫水马子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 水火黄就是试探人有没有钱的伎俩 江湖郎中一般会问 你这病请医生治过没有 这其实是在试探病人家中底细 就像十来年前你去医院看病 大夫通常都会问你是公费还是自费 然后再给你开药 如果病人说一直渴 看病都看腻了 郎中就知道这家有钱 要没钱哪能成天就请大夫吃药呢 您别看病人治病都治腻了 但还是能从他身上挣到钱 人要是穷了 不用说花钱治病 连饭都没得吃 有了病只能认命 尤其是病人说 我疼了半个月了 还没治过一回呢 那麦药先生听着心就挖凉挖凉的 这思但凡有钱 也绝不能半个多月不看病啊 这个买卖撑死也挣不了几个字 我们往往惊叹 江湖人目光如炬 几句话就能套出人是穷是富 甚至是先穷后富 还是先富后穷 穷了多少年 富了多少年等等都能看出来 这里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知识 王哥认为和行真学多少有些类似的地方 比如对人社会背景的判断 对人心理的分析 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目的只有一个 挣你的钱 江湖从谈中有个故事 张某想算个命 至相面先生面前 相面先生问 你今年多大 媳妇多大 张某回应 我32 媳妇35 相面先生沉吟片刻 你幼年运气好 祖让家境殷实 张某大感惊讶 是啊 素未谋面的相面先生 是怎么猜到张某的家庭背景呢 这里藏着水火黄的奥妙 民国年间有早婚风俗 有钱人家希望多子多孙 人丁兴旺 没钱人家则怕人口多了无法生活 有个规律 有钱人家十有八九 都是才忘人不忘 有了男孩 不等孩子长大成人 刚到十三四岁就给娶媳妇 甚至十一二岁 可是孩子年岁小 媳妇就不能很小 怎么也得比少爷大个三四岁吧 少爷岁数小不懂事 十七八岁的少奶奶 则女工真凿 做菜做饭 伺候公婆 样样都得拿得出手 有钱人家早娶儿媳妇 就能早抱孙子 还能有人料理家务 可就忘了少爷身体没长足壮 早娶媳妇一伤身体 张某哪知道江湖上的事 此刻项面先生已推断出 他是活马子出身 准备好好宰他一笔 若张某说他三十七岁 媳妇十九岁 项面先生就能推测出 他早年家境不好 父母没有能力给他娶媳妇 一直等他自己学好了本事 能到社会上挣钱养家了 才能够娶亲 他女人是冲他有能耐挣钱 而不是冲他的家事 嫁给他的 通常明白事故人情的婆家 宁把女儿嫁给有能耐的姑爷 也不嫁给有产业的阔少 富与人家儿女都是溺爱 别看他家有产业 还不一定守得住财呢 只要姑爷有能耐 姑娘过了门就不会挨饿 至于比姑娘大个十岁八岁 那都不是事儿 项面先生根据江湖术 经典十三道皇里的水火皇秘诀判断 若男三十七岁 媳妇十九岁 准知她是个水马子出身 此刻便煞有介事地说她少运不好 祖业不靠 自创自立 但走过几年好运 她听了准佩服先生的相法高明 项面先生继续推测 她娶媳妇最多两三年 再问她祖父祖母多的年岁 马上就推断出她家当初的穷妇 若说她祖父六十一岁 祖母六十四岁 按水火皇推算 她祖父是十三四岁娶的媳妇 是有过家产的阔少 而她父亲则少运不错 若说她祖父八十一岁 祖母五十三岁 按水火皇推测 她祖父就是个穷光胆 任她本人多阔 祖上亦是贫寒人家 而她父亲则少运不济 岁数一大把才娶得起 是没有祖业自创自立的有志青年 水火皇能推测人的三倍贫富 但必须与时俱进 民国时期准确 大清庚子年前后就不一定靠谱了 连阔如先生举过一个例子 某八旗人家虽没横产 但少爷自幼学武 攻马贤手 赶上旗里出缺 一马三剑射中 便能每月领几两银子的旗响 一直到老 或许有人家就因为这个把闺女嫁给她 而水火皇用到其人身上就会有例外 比一时此一时 江湖人对世古人情是按着国家制度 社会变迁来研究的 为了骗几个钱也是煞费苦心 要深入社会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绝不敢闭门造车 免得被蛇鞭 贩卖罗马市北平72行当之一 罗马贩子们有个很难听的名字叫牙块 也称提篮子 相当于现在的中介 属于车船垫脚牙中的牙 北平最大的罗马市场在德胜门外观箱 今天的马店就是由马店而来 马店设有税亭 正是世界上只有税收和死亡 无法避免 牙块们上蹿下跳 主动搭讪 帮着找买主 卖主同意后 牙块们便使用一种独特的江湖谚语 与买主交易 如健身个耳朵前后测开 摇摆不停 便是耳朵插花 布龙变虾 还有两眼抱红筋 布咬变踢人 马瘦毛长 马壮毛光 他们用捏马子的方式讨价还价 就是买卖双方将右手藏在草帽下 或袖口衣襟里 用摸手指头的方式表示无价 食指代表一 食指加中指代表二 食指加中指加无名指代表三 等等 加上几眉弄眼的各种表情 想一想 极有画面感 可以看出江湖春点 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忽然想起 在90年代 社会上把漂亮女孩称作坚果 不太好看 岁数大的女孩叫苍果 帅哥叫坚孙 猥琐男叫苍孙 当时只要说一个苍果 便可将一个女孩盖棺定论 而泡妞则称作细果 果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后来我听王哥讲了江湖丛弹 才知道来由 感情 这并不是一种时髦新鲜的叫法 早在清末明初就已经在江湖术语中成形 据江湖丛弹中描述 那时管男子叫孙时 媳妇叫果时 仓果是老太太的专想名称 管爹呢 叫老腔 管妈叫魔头 细想真是生动而低俗啊 另有管妓女叫酷果 管梁家妇女叫子孙瑶 管女仆叫长果 管外国人叫骰唐点 90年代把羊妞叫骰唐果 估计也是从江湖化演变而来 也算是太阳底下无心事 清末明初 在各大商部码头都有生意人物美价廉的公共住所 叫生意下厨 算话下面的打把是卖艺的说书的卖药的 都住这儿 生意下厨有老字号 门两旁挂对联 试换形台 安育客商八个大字 店中经理人与管账先生 伙计都按道上的规矩办事 不能没眼力见 不能做错事 更不能说对住店客人不利的话 比如店内伙计将买药的人 带到卖药先生房内 得赶紧退出屋外 就给你在银行输密码时 银行职员赶紧扭头一个意思 生意下厨比普通客店方便贴心 客人屋里有提供的茶点 随便享用 就像今天的海底捞 零食茶水管购 如果生意人做了大买卖 伙计们还能得小费 很是融洽 今天的商旅酒店 恐怕没有这么周到的服务吧 生意下厨服务虽好 也方便底层商人的生活起居 但规矩也多 特别的迷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 简直不可理喻 比如中午之前客商不能放快 放快就是出去做生意 谁放了快 客商挣不到平时的钱 谁负责赔偿 如果店内夜里谁做了梦 不准何人讲 如果说了 就要给听到的客商一块大洋 不给不行 最不计较也得请吃一顿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禁忌 不能说龙 说虎 说蛇 说塔 说桥 说牙 说兔子 说了就要受罚 就像今天网络主播们面对的各种审查 各种敏感词 防不胜防 要是有二三十人一起听到不该听的 你可就赔大方了 通常是每人赔一天的损失 为何规矩这么严苛 原来江湖人最怕出谷 就是钱没正道 反被客人闹场子 坏了日后的生意 因为这些生意多少都有些心机手段 或蒙骗性质 放快或嘴碎 容易把秘密给泄露出去 那会儿学一门手艺可不容易 甚至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门道被人看出日后怎么生存 因此就有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规矩 春点是一门生意的艺术 它只准道中人知道 若是外人知道了 这买卖就毁了 自然也就治不了储 赚不到钱了 就像天王盖地虎 宝塔正合腰 只有土匪能听懂 江湖人把春点看得很重 是入门的高门口 有宁给一定金 不给一句春的说法 读江湖故事 能窥见很多故事背后的东西 王哥认为 坊间小说和江湖传说的可信度 远高于历史记载 他对细节的描绘 可以管窥当时的社会风貌 明国初年 北京罗马市大街 全是卖罗马的店铺 口外贩卖罗马的客商 云集于此 开店的与拉活的嵌手们搭着 明着有城 暗中有寇腾 一天安颤铺的伙计 建议穿着华丽的阔绍来买安颤 他挑了一副最好的安颤 商定价钱为15两银子 他叫伙计扛着安颤 跟他来到店外 手指不远处一个卖罗马的店铺 阔绍说 我买了匹马 你帮我套上试试 试好了就付钱 伙计寻思 这没什么问题 就扛着安颤 跟阔绍置卖马的店中 罗马店伙计牵出一匹马来 阔绍吩咐 安颤铺伙计 伙计将安颤往马上撬好 阔绍说 我骑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安颤铺伙计打量那匹马 至少值几百两银子 他心里寻思 罗马店都叫他骑去了 一定是熟客人 于是点点头 而罗马店伙计以为 给他扛安颤的人是阔绍的家谱 他人虽然将马骑走 有他仆人在这 不会有错 二人彼此误会之际 阔绍骑马飞奔而去 安颤铺的伙计等了好半天 不见阔绍回来 他就急了 便问罗马店伙计 这骑马的人怎么还不回来 罗马店的人一愣 那不是你的主人吗 安颤店的伙计大惊失色 他是来我店买安颤的 还没给钱呢 罗马店伙计一跺脚 上当了 结果罗马店和安颤店 打了场官司 方才完事 这招数江湖行话叫 流星赶月 有段时间 邻居老警察王哥嘴边常挂一句话 人是好什么就毁在什么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触发了他的这个领悟 但细心观察周围的人或事 的确如此 诚然 有些人成功得益于他的爱好 但被忽略的是 大多数人却都是毁于爱好上 好毒毁在毒上 好色毁在色上 好抽成了隐君子 好玩游戏 则沉迷于游戏中 不能自拔 当然 这是信奉成功学的 当下社会的主流观点 在江湖从谈一书中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很多的骗子 就是利用你的爱好 让你入趟 民国年间 有个山东人叫于兴武 二十多岁 随其包兄在大连做皮货生意 每逢他包兄不再贵上之日 必游西岗子 西岗子是一个露天市场 非常有趣 名气堪比北平天桥 天经三不管 每日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有的人天天去也逛不腻 于兴武这日又到了西岗子 见靠油房的墙根人头攒动 挤满了人 他挤进去一看 见一张桌子上铺着毛毯 毯上有黑漆盒 绿豆茶杯 白愁子手绢 古铜制钱 几张乌木牛排 一副扑克 一根短小黑漆棍 案子前有几尺白布 上面画着各种戏法图 桌后站立一人 长得细条身材 白脸堂 五官清秀 三十多岁开外年纪 留美式分头 又光又亮 穿西服 香金牙 北京口音 自称是卖戏法的 于兴武站在人群里 看他变了几手 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掌声四起 喝彩不断 极致卖票的时候 一毛钱一张 能卖个三四十张 于兴武粗算了一下 每天至少进账十元 于兴武很快就着了你 而且见这人这么能挣钱 着实眼馋 他心里盘算 自己能不能也干这行呢 从那以后 每逢有闲功夫 就跑到西港子 看这人卖戏法 他与看热闹的人不同 人家是看完了就散 他是来在人前头 走在人后头 全神贯注 日子一长 那卖戏法的也开始关注他了 见他天天来看 却永不花钱 定是别有用心 或许是要偷学手艺 真是应了那句俗话 既在江边站 就有望景心 而人满怀心腹势 静在不言中 偶然有个短暂的闲功夫 彼此点头说几句话 渐渐混熟 于是各道姓氏 家乡住处 此人叫汪福林 为实现自己的想法 于兴武备了二三十元交际费 特意在日落之时 往西港子找汪福林 约他到街里吃饭 王欣然同意 二人来到一家饭馆 找了个雅座 边吃边聊 趁着三分九亿 于兴武把心思挑明 汪福林回应 我们这行都不收徒弟 既获是收 亦得有一些条件 按常理 徒弟得给师父 正五六年前才能出师 你都这个岁数 如果按规矩来 能行吗 于兴武连忙摇头 我可不能学几年徒 我家中有父母 还娶了媳妇 这些年跟我哥在外做买卖 辛苦不说 还总被他瞧不起 有没有速成的办法呀 汪福林一笑 那你怎么谢我呢 于兴武说 我不明白规矩 你告诉我呀 汪福林私存着 我不久还要往别的码头做生意呢 于兴武忙说 好办 我跟着你走 汪福林想了想 你至少得付我二百块 我才能交 不过三个月后你就能挣钱 于兴武大喜 二百元钱我能办到 只是现在不成 你定好了哪天走 临走那天我就能弄到钱 汪福林点点头 就这么办吧 我要走的头几天会先给你信 二人把事情商量好 酒足饭饱 于兴武买单 各自回家 之后 于兴武向着了魔 两三天避见汪福林一面 二人关系越来越近 这天 汪福林突然告诉于兴武 我后天走 你办得到吗 于兴武满口英语 成 这几天我哥正巧没在柜上 后天早晨我来找你 说把欢天喜地的去了 第三天早晨 汪福林见于兴武拿着个皮包 一块熔毯而来 兴冲冲地问 什么时候走 汪福林说 这就走 你准备的怎么样 于兴武把皮包打开 叫他看了看里边的财物 汪福林面露喜色 二人立刻收拾行李 雇了两辆车奔向码头 上了火轮船 于兴武这才想起问 我们去哪 汪福林回到安东 二人在船上谈天说地 一不寂寞 到了安东 雇车拉到三不管去住店 安东就是沙盒子 那里有最热闹的市场 于兴武毕竟是皮货行的商人 还是买卖人的规矩 吃喝花受了商家的习惯 不肯浪费 而汪福林是个走江湖的 习惯是爱花钱 大手大脚 这就应了那句话 来得容易 花得亦容易 来得不明 去得亦模糊 二人在店中包的是单间 每日房钱就是八毛 伙计的零钱还不算 两个人出去吃顿晚饭就花一元八九 抽烟卷都是三炮台的 于兴武眼见的 嘴里吃的 耳朵听到的 事事都觉得阔绰 感觉比那皮货行的人大讽多了 他想着自己要是学会了卖戏法 往后也可以到处摆阔 到哪里亦得受人尊敬 高兴得得意忘形 不由得唱起小曲来 第三天 汪福林就开始带上于兴武 往市场上做生意 连着三天 哪天都挣个十几二十块的 第四天 汪福林就开始教他戏法 一手是三仙归动 一手是空河变阳火 一手是巧变烟卷 一手是仙人解怕 于兴武很聪明 一夜学会 汪福林又开始教他一套生意口 怎么圆年 怎么往外卖 都教会了 于是汪福林开始叫于兴武 自己去做生意 于兴武到市场上做了一天 竟然挣了三块多 回到店里都交给了师傅 汪福林不住嘴地夸奖他 于兴武第二天又去 又挣两块多 高高兴兴拿着回了店 一进院 却见他们住的房间上了锁 便叫伙计开门 伙计一脸惊讶 你们不是不住了吗 于兴武愣住 谁告诉你我们不住了 伙计回道 那个姓汪的雇洋车 把东西都拉走了 店钱也结了 说不住了呀 于兴武这下可是猴吃戒吗 竟胜瞪眼了 他越想越急 又不知汪福林跑到了哪里 天又晚了 急得直掉眼泪 二百多块大洋还在皮包里 他万般无奈 只得去找个便宜点的客栈 住一夜 晚饭也没心思吃 一宿没合眼 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亮后 他往附近各个客栈 打听汪福林的消息 汪福林早如泥牛入海 无影无踪了 此刻他终于明白被骗了 又哭又笑 像疯了一样 杏仁身上还有几块钱 不至于挨饿 他思前想后 什么主意都没了 此刻才想起跟着哥哥有多好 背着他偷了二百六十元钱 本领没学成反背人骗 自己也没脸回大连了 就想着在安东以卖戏法为胜 极致再摆摊 不用说卖 连年子都远不上 最后沦落到乞讨 熬了几个月 转眼到了冬天 实在冻得支撑不住了 才往大连给他哥写信 幸而他包兄有手足情谊 给他寄了漏费 这才回到大连 他向哥哥哭诉 被骗情形 自愿回过 从此 跪上的财政永远不经他手 世人都看不起他 低头忍受了好多年 有一年他到奉天去送货 在小西关看见了汪福林 名警成诉 恰巧连阔如正逛小西关 听于心武在巡警那里 诉说其被骗的事 一件件 一桩桩连阔如都默默记住 这才有了江湖从谈中的 这篇小故事 打官司结果如何 后来就不得而知了 江湖人说 那是挑除共的 把于心武当点卖了 江湖上把漫戏法 那行生意吊卡叫挑除共的 辩戏法与坑蒙偷盗并举 横竖都是要榨干你的油水 这一套行骗手法非常丝滑缜密 利用于心武的爱好 以及他贪便宜的想法 设计了一整套流程 包括于心武第一 二天卖易挣了几块大洋 都是设计好的 这些步骤让于心武放松了警惕 使得汪福林有机会卷款逃之夭夭 于心武这种人是典型的机灵控子 自以为聪明 总想着耍小聪明挣大钱 自认为对世上的事都很明白 结果吃了大亏 王哥做刑警是个苦差事 虽说公务员工资不低 但王哥媳妇还是嫌他挣钱少 因此也想创业 加上孩子大了 整天闲着也没事 被闺蜜拉着去 学习了各种创业课程 什么9800的初级开智入门研修班 什么58800的无敌赛道创业奋进终极班 什么30万的高级陪跑财富自由研修班 最次也得888一个 与某某老师8分18秒的连线 上课时有各类陪跑老师 各种热闹宣杂的会议 声泪俱下的心路历程 会场上有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的创业失败者 有怀抱婴儿十不国府 烹头垢面的单亲妈妈 有刚下绿皮火车三天没合眼 臭哄哄的诗信两线人员 那个讲台上眉飞色舞的老师 真是吓得去嘴啊 其场景之壮烈 情景之感人 令电影《华尔街之郎》中那些经典场景 都相形见出 更惊悚的是各种成功案例 比较典型的是 某某农村长大的女娃 跑到某市发展 不料老娘病死 老妇卧床 老公跑路 孩子辍学 走投无路的他 要犯无门 求死不成 最后上了某某课 认识了某某老师 做了某阴某手某号 一次带货几个亿 现在找了年轻十岁的俊俏老公 定期包架飞机带全家出国旅游 那日子叫一个风生水起 王哥儿子同言无忌 说 其实人家老师就是挣你一份上课钱 这种场景让人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传销 每隔十年就有类似的励志手法出现 利用人们跨越阶级的梦想 收你的知识产权费 但王哥对这些被收割的同胞抱有极大的同情 当社会资源已被食物链顶层的人占尽 你让这些可怜的普通人怎么办 有人曾问王健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王健林断言 成功的秘诀就一个字 闯 王健林说 根据我这些年来的创业经验 我想告诉年轻人 机会是闯出来的 哪有算出来的 总之 成功之路没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你 我们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 任何有好处的事都不会有人告诉你 所有告诉你 忽悠你去做的 对于你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由人性的幽暗决定的 是常识 王哥还曾和我探讨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江湖社会产生不了良善之心和诚信规则 我对这个疑问非常不屑 如果有了良善和诚信 那就不叫江湖社会了 江湖义气这话 纯属是给傻子听的 一言以蔽之 江湖社会就是尔虞我诈 亨蒙拐骗 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所谓规矩是给老实人 韭菜们准备的 但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江湖社会呢 这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要从文化属性进行深入探讨 邻居家王哥是个快退休的老警察 他和我有共同的爱好 喜欢听故事 讲故事 每次休假 他就约我考串 喝啤酒 留他所知道的各种奇闻异事 当然 每次都是从他熟悉的江湖从坛中的故事讲起 听他讲江湖故事 比看书 查史料 有意思的多 他的故事中包含着人生经验 及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 其中很多观点 更是基于常年与社会阴暗面接触 而形成的对人性的深刻认知 北平实验报江湖从坛的作者 梁阔如先生认识一个在天津读书的梦姓年轻人 土才入家出身 从小娇生惯养 放纵成性 他书读的不怎么样 吃喝嫖赌 却一门铃 天津电影院有多少家 谁家的片子好 哪里有暗昌 哪里有赌局 无所不知 也有些小财 吹打瘫拉 嬉皮二黄 很有几分明灵的味儿 小孟不住学校 常年包住租界旅馆 衣着阔绰 花天酒地 挥霍金钱 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一天早晨 他起来在院中 竖口刷牙 隔壁房中的客人 亦在院中 刷牙竖口 小孟见那人中等 微胖身材 白面旁 五官清秀 留美式分头 穿西服 二十多岁 他与那人一对眼光 彼此点头 竖完了口 就攀谈起来 美分白胖 西服男 说话南方口音 叫黄子荣 系上海某洋行买办 到今来办私事 二人越聊越投机 便一同去吃饭洗澡 晚间一起去嫖娼 黄子荣挥霍自如 感觉上比小孟还富裕 小孟很羡慕 一天 两人在旅店聊天 小孟提到敏感问题 问黄子荣钱的来源 黄子荣环顾左右 鬼鬼祟祟 我一朋友做假钞 非常好用 此次来天津 就是找朋友 躲货二十万面值钞票 运到上海 顺便再玩几个月 小孟问 能帮我也躲个几千元假币吗 黄子荣私存片刻 我朋友尚有五千钞票 不过想留着自己用 小孟央求 你替我疏通疏通 叫他将那五千元的票 都让给我吧 黄子荣扭腻着 我给你问问 明天 黄子荣顺手从身上 取出五元一张的钞票五张 交给小孟 叫他出去试用 检验一下 这假钞成色如何 随后 黄某便去找他的朋友疏通 小孟拿二十五元假钞票 到外面去看电影 又去听戏 后又到饭馆吃饭 他刚往外使的时候 心里还觉得亏心 忐忑不安 花着花着 发现没人提出质疑 胆量就撞起来了 他吃喝玩乐 花了一天 还剩十几块回来 高兴的首武足蹈 天黑了 黄某回来 小孟问疏通的怎样 黄某说他朋友很不愿意卖 经再三恳求 人家才点头 随后又说 他这票子都是五元一张 十元一张的 要五百元才肯卖 你能接受吗 小孟拍胸脯 我能 我在旅店柜上还存着六百多元呢 黄某道 你验不验货 和我早上给你的那几张票子一样 小孟连说 不用 这票子很瘦事 黄某点点头 你预备钱吧 我带你取货 小孟喜笑颜开 我这就到柜上提款去 管帐先生取出五百元 交到小孟手中 黄子荣恰逢其实地出现在小孟身后 我刚打了电话 他叫我们到他住的饭店取货 小孟将五百元交给了黄子荣 黄子荣查了查数目 把钱放到皮包内 和小孟处理馆 坐洋车去找那卖假钞的 到了那家宾馆 置了个18房 现在客人又黑又胖 像个土豪 和传说中的假票饭的长得不太一样 三个人见面寒暄 黄子荣介绍小孟 这就是我蒙地 你们二位多亲多近 黑胖子与小孟握手 落座 一方交款 一方取款 黑胖将五千元钞票当面交付 小孟打开头一角查看 刚看了两三张 呼听外面有人喊 查电 黑胖大惊失色 黄子荣赶紧示意小孟将票子藏起来 小孟也示意激烈 迅速将钱装进皮包 黄子荣轻轻拉开屋门窥视外面 小孟也趁着脖子向外张望 走廊尽头 两个警察正和旅店伙计说话 黄子荣神情紧张的对小孟说 趁查电的官人还没到这儿 赶紧走 小孟猛站起身 提了皮包 与黄子荣分乘两部洋车赶回住处 到了旅馆 小孟稍稍震惊下来 见黄子荣未到 心想 是不是慌里慌张 走错了路 小孟坐定 看了看手中皮包 洗上心头 小孟打开皮包 取出票子欣赏 忽然感觉不对 他打开头一卷 前面三张五元的钞票 很像真钞 后面竟然全是纸店里卖的 丰都省银行明钞 小孟大惊 联盟打开另外几卷钞票 竟然都是丰都人民银行发行的 小孟三步两步冲到黄子荣房间 发现伙计正在打扫卫生 小孟急问 这客人还没回来 伙计答道 他昨晚就收好退房 让我中午过来收拾 小孟头翁的一下 他翻出昨天剩下的两张五元票 仔细观察 怎么看 怎么像真壁 小孟知道受了骗 郁闷之急 化身降灵扫 见谁就向谁唠叨此事 一肚子的哀怨 后有江湖人告知内情 这种骗财的吊坎叫倒叶子 他们是十数人组成一帮 充当耳目 负责把点的 看到有钱 够上当资格的人 就报告涨血的 涨血的便派与党做成圈套 设法骗财 他们打走马血 今日在东 明日在西 骗过了的地方就不再回去 叫不走回头血 其实还是怕被骗的人撞见 反正中国大得很 黄泽荣投天给小孟那25元 试花的票子是真的 故意说是假钞 引诱小孟上当 王哥认为 小孟受骗 不能光怨倒叶子的 还是他贪便宜才会上当 故所有的上当受骗 都是基于贪婪 王哥还讲起八九十年代 秀水街切会的事 据说切会方法有三 第一是生切 就是把人带到暗处明抢 二是双方说妥价格点钱时 有人假称警察来了 被称作刀斧手的犯罪分子 趁乱拿走几张 甚至掉包 第三就是将假钞夹在真钞里面 蒙混过关 小孟碰上的就属于警察来了那种 清朝末年人人续发流变 因此扫描的行当很流行 一直延续到民国 扫描就是剃头 剃头将每天挑着剃头挑子 手持换头走街串巷 有人剃头打变 就将他们叫进屋内做活 春天 剃头将就在街巷内墙底下剃头打变 有个剃头师傅挑着担子走到路口 一个人将他叫住 给我刮个脸 剃头将便将挑发下 卸下凳子让那人坐 剃头将用毛巾将他的薄像一围 又将热水倒在铜盆之内 我曾看过一张老照片 那时剃头将都挑着一个小炉子 热水是现烧的 所以就有了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句谚语 这人站起身把头伸向铜盆 哈着腰叫剃头将洗脸 这时剃头将忽见墙的拐角处走过一人 宠他嬉皮笑脸 挤眉弄眼的白手 随后轻轻端起那人屁股下的凳子 往墙角一退 剃头将以为拿凳子的人和刮脸的人是朋友 恶作剧 便不作声 几枚弄眼者将凳子拿走 刮脸的人洗完脸往后一坐 来了个屁股堆 摔在地上的人急了 爬起来冲剃头将瞪眼 你怎么摔我 剃头将一愣 我没摔你啊 方才有个认识你的人把凳子拿走了呀 这人一脸怒容 谁认识他 看 他把你凳子拿跑了 剃头将扭头一看 那人正扛着凳子飞奔而去 剃头将撒腿就追 追出老远 也没追上那人 只得七喘续续往回走 当剃头将拐过墙角一看 那刮脸的人也没了 剃头挑子带铜脸盆 也踪迹全无 这是他才明白 那两个人是骗子 各骗一头 生意没做成 剃头挑子也被人抢走了 那年头 很多骗子就用这法子 骗了不少剃头将 后来事情被传开 骗子再用这方法吃扫描的可就不灵了 现代人听到这个故事 感觉真是无聊 但在那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年代 铜盆 木凳 全套金属工具 加上剃头挑子 也真是值几个钱哪 清朝要求汉人男子一律剃发留变 声称 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最早的剃头挑子都是官办的 后来就成了一个行业 标准的剃头挑子在前面炉套中有煤炉 炉上有一高帮铜盆烧热水 护套有四条腿 其中一条腿向上延伸出近三尺 异为旗杆 顶端为旗斗形 杆子上搭着磨刀布和毛巾 换头不用时也挂在上来 据说旗杆和旗斗是衙门口的标志 代表着蜻蜓的银威 挂在旗杆上的杠刀布表示留发不留头的圣旨 连扁单上缠着的绳子都不可随意去掉 因为那代表着发生 对拒不剃发者杀无赦 后面是一条板凳 下有三四个抽屉 最上面的抽屉是放钱的并且锁住 凳面上有一个小眼 向下投钱 这让我想起了光屁个做板凳 有板有眼的名具 下面抽屉放围布 梳子 剃刀 镜子等剃发用品 剃头匠不吆喝 手里拿个响器叫换头 像个大镊子 用时左手拿换头 右手用铁条插到镊子中用力一拨 发出嗡的一声 随着大铁镊子尖端的不断颤抖 嗡嗡之声鱼音鸟鸟 能传出很远 有点像今天音乐家调音用的音叉 居民听到嗡嗡声 就知道剃头挑子来了 资料显示 剃头挑子长的都差不多 我猜测 其样式是清朝官方的统一标准 它代表着清廷欺压汉人的一种法令 要不就是那时的国人实在是创造力差 根本想不出另外的花样来 剃头挑子看上去虽然很烟火气 样子却很丑 很low 你可以想象 在暴土阳尘的夏天和寒风凛冽的冬日 剃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那盆水是不是从早到晚都不换 擦头的毛巾到底洗不洗 没有任何消毒措施的刀片划伤了脸 会不会感染等等 简直无法想象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活在满清时期 和同时代代宰的猪马牛羊 其实没啥区别 人们生活中常见的 约定俗成的一些事物 其形成的原因和背后的故事往往很不堪 那年代常见的剃头挑子 竟然是国人失去个人权利 被残酷压迫 沦为奴隶的一种象征 我们生活中多少个见怪不怪和相言成习 多少个天经地义和理所应当 还有更古不变 反智反常识的认知 没有信仰之称的价值观 塑造了不敢质疑 懒得思考 阴寻守旧的国民性 稍有不同观点便齐心可诛 正是动底层人的观念 如同挖他们的祖坟 人之所以是人 在于是否有觉醒和思考的能力 而不仅仅是活着 坑蒙拐骗猖獗 除了道德信仰层面的缺失外 本质上来讲都是思想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凝聚老警察王哥 曾接触过一些靠占卜骗财骗色的老道和尚 甲仁波切 他给我讲起这段经历 一聊到江湖丛潭 并不停地感叹 人的愚昧从未改变 民国年间 天经周公慈禧有一神奇道人 常在北开市场摆设挂摊 他约40岁 又黑又胖 头戴酒粮道金 上嵌一块美玉 身穿蓝布道袍 圆领阔袖 腰细水火思涛 白袜云旅 这天 他手持一六窑挂盒 内置64个炙钱 见游人见多 便往河里装了八枚 晃朗朗摇晃起来 翻着白眼儿嚷道 天零零地零零 南方饼钉火 请来老君来帮我 招惹得逛北开市场的人们围观 像瞧个怪物 正含嚷着 忽然由外面几近一男一女 男约50岁 女约30岁 品貌端正 典型的良家妇女模样 妇人冲老道说 道爷您给沾算一挂 多少钱呢 老道说20倍 妇人点头 老道将挂盒摇起来 摇了一会儿 便将盒盖打开 八个炙钱往桌上一撒 他望着炙钱灼亮片刻 向妇人道 你姓李 妇人惊讶 点头 道人又说 你这挂不是给自己算的 姓李的妇人道 给我邻居算的 道人咧一尘 这挂是给姓赵的人算的吧 妇人连连点头 不错 老道说 这姓赵的是个老太太 现在病得不轻啊 妇人急回应 不错不错 老道唯唯道来 他得的是气蒙眼 前两个月还认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月内 两只眼就好了一只 左眼能看见东西了 是与不是 妇人有些知误 是 是怎么回事 老道冷笑 他们求你给他沾蒜沾蒜 还买点眼药 再治好他那只右眼 对不对 妇人点头 先前治那左眼是花两块大羊买的道爷的眼药 说着 妇人从手筋包内取出两块现羊 说道爷 您再卖给他两块钱的眼药 叫他把那只右眼也治好吧 老道面露怒色 你不知道 上个月我头次下山来天津 他们来算了一卦 我算出这卦 是个姓赵的老太太骇眼 因气所得 长了气火云蒙 任什么都看不见 我有两种妙药 一种是吃 一种是外敷 应花四元钱药费 他怕花四元钱治不好 就买了两元钱的药 我告诉他买一半药就好一只眼 再买那一半药我可就不卖了 他们点了点头就走了 现在我二次下山到天津 他姓赵的不好意思来见我 就叫你替他张挂治病 对不对 妇人不语 道士摇晃着倒带 我是不卖了 叫他不用好那只右眼了 此刻 围观看热闹的人们都鸭雀 却无声竖着耳朵 目不转睛的听老道讲话 那妇人只得包起两元钱 留下二十枚挂里 兴兴而去 妇人一走 厂子里一下热闹起来 又有几个人请老道算挂 还有几个看热闹的人挤上来占卜 老道说没有挂 不能沾算 若是由人群外面挤进来的人 叫他沾卦 他就给算 不为有挂 算的还真灵 人们感叹老道神通广大 惊服不已 但人群中却有个独省之人 他便是江湖丛坛的作者 连阔如先生 之前说过 连阔如也算半个江湖人 见多识广 这里的串 他看得清清楚楚 连阔如倒想看看 道士如何表演 站定不走 老道算了八克 说道 不算了 我要回店了 如有求财问喜 谋事成功 疾病死亡 何年立子 客期不客 寿命长短 都可以往客栈朝我 我是鸭记山的道人 不为发财 只为重修道观 来劫善缘 说到这儿 他从道袍内取出百数张传单 散给众人 连阔如当时正为北平十言报写江湖丛坛 为了收集资料 便抢了一张 老道散完传单 收拾挂摊 飘然而去 老道走后 看热闹的人们还在议论纷纷 都说了 倒是个高人 神通广大 来历不俗 连阔如此刻感到腹中饥饿 便顾量洋车回旅社 吃完了晚饭 喝着茶 想起北开市场之所见 便从身上掏出传单 在电灯下观看 次日早晨 连阔如吃完早点 带上十数元钱 乘电车前往传单上写的地址 顺兴公寓 这是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查阅的 连阔如先生在北平食言报原作中的两段描述 这里有几个细节 首先 连阔如先生的经济收入应该是不错的 回旅店吃个饭要雇一辆洋车 带上十数元钱 虽然民国时期大洋的价值波动很大 但基本上乘上三至五百倍 就是今天的钱 可见那会儿他写书的收入颇峰 他在电灯下看传单 还称坐电车 说明民国二十几年天津的店已经很普及了 那传单上印 请看报恩传单六个醒目大字 下面则是一篇气血文章 静旗者 朱军台健 碧人李友人年五十九岁 在西姑德仁旅居住 开洋行为生 西夏乌尔只有一女 现年二十一岁 巴拉巴拉洋洋洒洒几千言 无非是说自己和家人身患重病 走投无路 姓裕这位道长不仅治好了病 还从此交上了好运 开创了人生第二次辉煌等等 莲阔如写道 我看他这传单 文里说不上 话语意不通顺 我老云虽无病 却要探讨其中黑幕 跑荡英族界访访这位道人 莲阔如置顺兴公寓 一进门 见一查访模样的男子忙里忙外 便问 你们公寓里有住着一位能张挂治病的道人吗 男子审视莲阔如 你是来算卦的 莲阔如回应 不错 男子撇着嘴 先在这里等着 先生正在给人际洋行的老板治病的 茶房给莲阔如胡乱倒一碗茶水 反身进屋 莲阔如刚坐下 又进来俩女人 随后又是四五个男子 都是来张挂治病的 大家坐在屋里议论道人的神通广大 越聊越邪乎 这个人问那个人 您是张挂治病的吗 那人回道 我母亲亥眼 生了云蒙 求道爷来算 那个说 我是自己得了个吐血的病 花了二百多元一枚治好啊 莲阔如一言不发 静静观察 有个老头凑过来 您贵姓 莲阔如回应 姓云 老头又问 您在哪里做事 莲阔如煞有介事 探访局 老头没听出调侃的意味 您是给自己张挂治病啊 还是帮别人张挂 莲阔如忍不住要说实话 忽然想起 江湖生意门中有一种敲脱 就是装好人闲聊天 在无形之中将人的底细事先探明 然后再告诉算命的人 这个老东西问这问那 令人生疑 莲阔如赶紧推说是 自己有病 老头又问 您是什么病 莲阔如有些不耐烦 恶病 老头听出话不投机 忙躲开莲阔如和别人说话去了 莲阔如等了足有一个钟头 查方才走过来说道 请您到南屋吧 莲阔如想再观察观察 忙摆手 不忙 你先给别人算吧 查方道 您是先来的呀 莲阔如随他进到南屋 见那老道居中而坐 靠南墙有个玻璃架 上边摆着许多药瓶 药罐 当中放八仙桌 桌上摆六窑挂盒 还有六十四个铜钱 八仙桌两旁有四个凳子 老道请莲阔如落座 老道将八个铜钱放进河内 摇了几摇 往桌上一道 不上挂 改日再来吧 莲阔如一惊 您这是什么挂 我不上挂 是什么理由啊 老道用狡黠的目光审视莲阔如 我这挂是太极先天挂 系太上老君所留 这种挂没有书 是口传心受 若将八个铜钱摆得不像挂 就是来人心理不成 占卜 意识不灵的 来人心理不成 莲阔如寻思 难道这老道已经看出我来的目的 老道脸一扭 不再说话 莲阔如只好作罢 取出两脚钱票给老道 老道竟然不要 不上挂 不收挂礼 莲阔如装起钱票往外走 经过外屋招待时又坐下 他想再打探打探底细 查房两只眼直勾勾的叮嘱连阔如 莲阔如装作不知 只见屋内的人如过官似的 一味一味地让进去张挂 莲阔如又侧耳倾听 屋内挂盒摇动山响 他起身隔着玻璃网内张望 见从南屋出来的人都是手拿药包 欢天喜地地往外走 莲阔如追出一问 没有一味不上挂的 都算出是给什么人沾的挂 得的是什么病 都是花钱买了药去 十元八元三两元都有 内中有个老太太 竟花了八十元买了副药 莲阔如若有所思走出院子 替老道算着账 这每天都得数百元的收入啊 忽然有人一拍他的肩头 老云 你在这里干什么 莲阔如先生好云游客 故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云 来人是他曾经的同学 名叫李甫星 他恰巧就住在这座旅馆 李甫星邀莲阔如进屋叙旧 莲阔如正求之不得 而李甫星的房间竟然与老道屋子挨着 紧隔一层木板 莲阔如向李甫星悄悄说明来意 随后趴在墙上听那屋里在说些什么 屋内隐约传来老道的说话声 今天的买卖很好 就是那个点头不是个正点 是个朗不正 我说他不上挂 将他推出去了 还有点头没有了 点头就是指莲阔如不是个正点 意思就是找麻烦之人 朗不正是说莲阔如是个蘑菇 贬一词 总之都是些个江湖话 莲阔如当然明白各种含义 忍不住的笑 莲阔如告诉李甫星 我听他掉起江湖的坎 就明白他们的勾当是江湖中的一种骗局 也正是我要找的材料 此刻那屋又传来另一个声音 还有个点头将他让过来 做完了咱们再军处 莲阔如顺木板奉隙往那屋偷看 只见和老道说话之人 正是在招待时和他搭讪的那个老头 莲阔如吸一口凉气 幸亏咱老云深安江湖门道 不然又要落入陷阱 老道问老头 那个点你出黄头没有 老头回道 问过了 是给他们孙时马子求汉 他孙时马子要念招 是个活马子 你的海娃娃 老道点点头 心领神会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要来看病的富人 是给他丈夫求药 他丈夫害眼病 要瞎 他家是有钱人 可以狠狠的敲一笔 功夫不大 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富人 往凳上一坐 老道摇了一挂 向他说道 你是给你丈夫战挂吧 富人一惊 是啊 老道镇静自若 嘴角却流露出一丝稳操胜卷的得意 他得的是火蒙眼 差不多有半年了吧 富人连忙点头 对 老道又说 他这病我倒能治 需吃两料药才能好 富人急问 多少钱呢 老道做为难状 这种药太贵 连吃药和上药得一百元 你可以先付五十元买一料 先吃七天 吃上七天见好了 你再拿五十元来取那一料 富人果然是个活马子 毫不犹豫地从身上取出五十元钞票给了老道 老道给富人拿了药 告诉他怎么吃 怎么上 富人心满意足捧着药走了 此刻 莲靓如忽然明白了这种骗书的流程 先在外面用种种宣传之法将人诱导公寓 紧招待时等候 这时就有他们的敲脱假装来张卦 敲脱先和来张卦的人说闲话 把来人底细套出 行话叫敲脱的像点头要黄 随后再偷偷把信息转达给老道 富人走后 莲靓如又听他们在屋内说话 吵吵嚷嚷的 他顺缝隙往屋内再看 见有四五个人正和老道分钱呢 分完了钱 老道说走吧 到酷果窑里啃个崖林 莲靓如懂得这两句坎 往酷果窑里啃个崖林 就是去妓院打个茶围 快活一把 原来那老道是李星至八 是个如假包换的假老道 不一会传来一阵动静 隔壁屋内一众人离开公寓 此刻 莲靓如才想起问 李辅兴住在这里为何公干 原来这李辅兴也是道中人 他也正等着吃老道的标筑 分老道的钱呢 李辅兴把内幕合盘拖出 他们这骗局说行话叫做大力的 这种生意很难 需要团队协作 那个老道是掌血的 赠权多寡 权杖掌血的一人 比如掌血的能力好 能瓦点 也就是敲诈 大家就能多均储 如果掌血的不能瓦点 就是不善于敲诈 他的伙计就分不到多少处 掌血的都愿意用 能给网窑里跨火点的 也就是能带来有钱人的敲托 到了开瓦的时候 一能海瓦 海瓦就是多多敲诈 所以掌血的每逢城班 都尽量去拉拢有本领的敲托 叫连血 但敲托都不会固定与掌血的合作 他们会事先耳目掌血的能力 如若掌血的储门子清楚 才和他连血 江湖上把善于敲诈的掌血 吊坎叫储门子清楚 如掌血的储门子不清楚 敲托就算给他跨着了扩人 他也没本事搞到钱 和他搭伙就是白受累 大家看是不是有点像拍戏 成班就是建立剧组 掌血的就是导演 敲托就是演员 是一个互相选择 狼狈为奸 合作共赢的关系 掌血的和敲托最喜欢强强联手 他们上下合手 夯瀉一气 大师敲诈 掌血之人若是没有本领 就搭不着好敲托 无论走到哪个码头 亦是干桥火马子 楚头海 瓦不下来 挣不着钱 这里的楚头海就是银钱多 瓦不下来就是骗不到手 结果不用说吃喝嫖赌 穿愁果断 就是吃饭住店 因为骗不到钱 也常受店主挤兑 掌血的连好血 搭建好团队 就开始谋划去哪座城市 订了城市 先租房子 找旅馆 将窑安好 布置好骗局 然后掌血的就开始票买卖 一般是到游人多的地方去算卦 要催出险儿 出大名 最后再往窑里瓦点 北开那个掌血的老道给人算卦 感觉很灵 说什么都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的门道叫临时买托 掌血到了市场 将挂摊摆好 就静等敲脱买点 那买点之法很不容易 敲脱的人得会拔点 江湖人管以冒识人的本领 调坎叫拔点 他们要不会拔点 给掌血的弄个机灵人去 那老道甭说催响儿 就是装神仙也装不好 弄糟了 就许被搅取 敲脱把好了点 寻好猎物 便想尽办法套近乎 接下来就会要求猎物帮他办个小事 一般忠厚之人都摸不开面子 很少拒绝 常用的套路是 什么母亲多年患病 两条腿不能动 什么好了一条腿 还有一条腿 什么买我一撂药 就好一条腿 另一条腿不用治了等等 我们再回想一下开头那一幕 那个五十岁男子就是老道在北开市场临时买的托 而那个良家妇女便是他们新捕获的猎物 无论是被蒙骗的妇人还是围观者 都觉得这个老道真灵验 这些人回到家里 肯定还会可劲的传播老道的神奇 注意一个细节 不光五十岁男子是托 那些从外面紧进来算卦的人也都是托 做大力生意的骗子被江湖调坎为卖料汉的 只给算卦人一料药是他们最重要的诀窍 社局骗财其实并不容易 在某地做生意 日期少了骗不了几个人 钱财有限 日期多了 被骗的人久而自明 一旦醒悟岂不找他们麻烦 最佳时间一般是半个月 至多一个月 他们卖出的料汉是每日叫病人吃一碗药 十三天为一个疗程 如若服药人吃完了药不见效力 就会找他们麻烦 他们在这十几日功夫已然将钱财骗足了 除去吃喝花费挥霍之外 无论是涨血的敲脱的 个个都囊中巨款 不待被骗之人明白 他们早就坐上火车轮船逃往别处了 用料汉手段支言十数日是他们搪塞被骗之人的好办法 故所有的生意都用料汉 偶有到天津三两日便走的 因为这种生意有很大运气成分 如若到了某处不走运 甚至连做十几日生意也遇不上有钱人 而只骗穷人的钱财不用说坐火车轮船 连住店吃饭都困难 说行话叫潜在某处开不了穴 如三两日之内遇见了扩人 能敲诈个几千块 就不屑的再敲诈别人十元八元的 急忙开屑早走为妙 免得被人家明白了就吃不了兜着走 民国时期的社会风气 是专号谈其说怪 老百姓迷信太深 加上几千年来的愚昧 被骗的人一茬接一茬 绵延不绝 至于老道说不上话 那是因为他遇见没叫敲突要出黄来的人 人家的底细他全不知道 或者来者不善 就像连扣如先生这种 强行上挂反倒容易坏了生意 故而一推了之 还有一种讲究叫送 就是将钱弄到手之后 立刻几句话就将上当的人说走 那吊坎叫送点 一者钱到手 话多无用 二者言多语诗 马上将他送走好挣第二个人的钱 还有一点在实施敲诈的时候 先上当的人变成了旁观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如旁观者醒悟了 岂不往回要钱 这就体现了送点的好处 但社会上有一种屁股沉的人 无论到哪都是坐着不走 话多没完没了 江湖人则最善于对付这种屁股沉的人 几句话就能将他打发走 江湖人把点时 如若看某人能受他们敲诈 便说某人试点 如若看某人不好摆布 不容易上当 便说不是点 如若看某人忠厚 就称是忠祥点 如看某人像个小官 便说是柴把点 如若看某人像个大官 便说是赤子点 如若看某人像个厅差访 便说是斩点 如若看某人像个买卖人 便说是贸易点 如看某人像个庄介汉 便说是科朗点 如看某人像个当兵的 便说是冷点 如看某人像个人物 便说是黄壮点 如看某人像个懂行 又不甚了解的样子 便说是个半空不搓点 这个李辅兴凭什么 能分老道的钱呢 原来江湖中的生意 多半是犯法的 做这种骗人的生意 常常陷入吃官司的险境 如若有人能明白 他们的内幕 再有几个官面上的朋友 最好有几个当差的支持 那就主动的多了 这个李辅兴便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忠人 他们勾结李辅兴有三样好处 他能联络官面 不受取缔 遇事也能够找人庇护 再有 李辅兴可以给他们把点 遇上本地各机关人员 就和他们吊坎 不叫他们敲诈 免得惹了马蜂窝 第三 是被他敲诈的人明白了 来找他们麻烦 李辅兴是本地人 眼皮宽 认识朋友亦多 也能给他们说和 息事宁人 李辅兴正是负责天津北开一带的江湖道中人 俗称跑腿的 但江湖的生意人挣了钱也不一定都给他 只有骗财的生意才给他分成 比如卖刀茧呢 那种生意讲本图利 不过是用生意的方法多卖些货物而已 李辅兴也懂规矩 这样的钱不敢拿 王哥对江湖门道搞得这么清楚 却没料到他夫人和一帮闺蜜 就被这类大仙给忽悠了 他夫人常偷偷去昌平某村某院拜见一位大仙 据说是东北萨满教传人 称某某老师 那几年经济不好 周围朋友陷入生活窘境 一个个变得神头鬼脸起来 尤其是女人们 非常疯狂 一个传一个 纷纷跑去拜会大仙 希望带来好运 王哥后背老婆硬拉着去了昌平某村某院 发现这是一个缜密的体系 现在的农民好生有钱 三层高造价不飞却土得掉尘的豪宅 耸立在秋日的阳光中 一楼客厅内早已盘踞着一众试图探究命运前途的信徒 大家敲声议论 大气不出 生出几分庄严感 同样有一个类似茶坊的人招呼人上楼 其他人则乖乖等待 并敲声议论 王哥火眼金睛 人群中的几个敲脱 他一眼辨认出 真是活脱脱和江湖丛坛中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 我问王哥他怎么就一眼能看出谁是敲脱 王哥笑呵呵反问 你说我们警察是怎么一眼就看出谁是小偷呢 这我哪里知道 长脸的王哥告诉我 虽然人长得千奇百怪 但生的都有地域性 比如北方人长得像牲口 南方人长得像海鲜 楼下一众人中有几个其实都特别的像 一看就是亲戚 要不就是一个村的 或多或少都带着那么一种独特的气质 某某老师是个中年女人 倒是很温柔和善 也许王哥没怀好意 老师看出他心怀不轨 就跟连阔如先生一样 是个蘑菇 因此说话谨慎 态度谦卑 他一边和全神贯注的王哥夫人说话 一边隔三差五瞟王哥一眼 一会儿进来一个助理 大师声称此君是护法 他一副神秘凛然的样子 大师每说一个话题 都向他咨询求证 护法宁眉思考 感觉是经历了一场灵魂拷问 曾在江湖中历练过的王哥心里明镜似的 这丝内心轰动 胸无点墨 装神弄鬼 王哥活灵活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最后 我那山妻问大仙要多少钱 大师笑眯眯回应 随缘 王哥老婆金牛座 非常会过日子 平时买菜都要算一下几毛几块的 此刻豪气冲天 一把抢过王哥的钱包 毫不犹豫掏出600大元随缘 我觉得这里的亮点在于 一把抢过王哥的钱包 据说这叫巴纳姆效应 人很容易相信一段笼统的 似是而非的对人格事件状况的描述 觉得他准确揭示了人的性格特征和事件的内在规律 即使该描述很空洞 很玄幻 人类的思维惯性是善于证实而非证伪 他基于人们对自身能力和命运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人只想看他想看的 听他想听的 并且善于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中看出他的巨大含义 算命先生的大部分说辞 都具有含糊不清多重解释的特征 像《江湖丛坛》中描述的这些骗人伎俩 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要重新包装一下 换个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充斥在各类媒体中那些神奇的致病经历 名人推介 花式洗脑 生情并茂的忽悠 林林总总的课程等等 数不胜数 房不胜房 我觉得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名人的话 尤其不能信 一个人商业上的成功 亦或是很有社会地位 要么是某领域的翘楚 或者身居高位 并不能代表他的人品就有多么高尚 他的认知就有多么牛 作为平头百姓的我们 当务之急是读书 健身 挣钱 想办法见世面 开拓眼界 避免愚昧 邻居王哥是个爱讲故事的老警察 记忆力超群 他的故事总是绵延不绝 有些来自于王哥爷爷讲的江湖从谈 有些是办案经历加以编寸 有些干脆就是生活中道听图书而来 他讲故事带着警察的视角 不时运用行政学知识及逻辑推理加以点评 分析 别具一格 民国那会儿也有高智商犯罪 有一类骗子 一用女色二摄赌局 秦子就是目标人 枪是明白弄清楚的意思 都是江湖化 没本事的老岳 射的局不完善 叫秦子醒了枪 清了断交 中了不是朝了赤子 就是舌边 朝了赤子是吃官司 舌边就是挨揍 江湖从坛中聊到 最高境界的老岳 通常住在豪宅里 楼上楼下 点灯电话 夏天电扇 冬天暖气 文碗摆设 高档家具 名人自画 叫谁瞧着都值个几万块 更甚者 厨子 老妈 听差 门房 打砸司机 英勇 俊 男女仆人 亦有数十位 豪宅里的主人 男人服装华美 英俊帅气 贪图优雅 女人滋容秀丽 年老得像个太夫人 周年的大方不拘 年少的向大家闺秀 试问 这样的局势 若把秧子弄到家 那秧子绝想不到 这家是老岳 他们善于交际 每日在夜总会 豪华饭店 购物中心 娱乐场所出入挥霍 叫人摸不清底细 他们第一步是往家里带人 叫往窑子里跨点 这是为了展示实力 取得秧子的信任 然后就使出水火皇来 以便提高效率 水火皇咱们之前说过 是江湖话 就是底细门道的意思 瞧一瞧 秧子是穷秧子 还是阔秧子 投其所好 失用手段 若秧子好女色 就把秧子弄到窑内 用女人来骗她的钱 若秧子不进女色 就用男子使心骗她的钱 如 遇见个阔少 家里有横产 为人精明 对社会里骗人的把戏 又略知一二 不耍钱 女人也见得多 这就需要下一番功夫了 老燕们会用贴身铐的手段 和她交朋友 失以小会 交际中的一切吃喝花费 全都不叫她出 然后利用人爱贪小便宜的弱点 像经沟钓鲤鱼般和她交往 带她放松警惕 再带回家中 让她看赌局热闹 眼见有力可图 使她动心上套 明国年间 北平有个叫阿林泰的人 出身旺族 家有横产 为人积警 喜欢结交官场中人 阿林泰在西院结识了一个姓陆的人 二人一见如故 成为密友 据陆某自己介绍 他是江南人 现住在一个司令官的大宅中 司令是他的同乡 听到陆某住在司令家 阿林泰心里一动 一天陆某同阿林泰至司令宅中 司令不在 但见客厅中有十多个人 呼噜喝制 大肆赌博 阿林泰与陆某为官 见有一少年 人物俊雅 衣服阔绰 没赌必输 三小时内竟输去一万多大洋 一万大洋 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的话 差不多抵得上三五百万元 阿林泰大惊 赌这么大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之后每隔两三天 陆某便约阿林泰来司令家做客 差不多每次都能见到这个少年 而且这个少年是逢赌必输 少则数千 多则数万 阿林泰问陆某 这个年轻人谁呀 怎么这么有钱 陆某说 这年轻人是我的同乡 一个姓唐的富豪之子 他们家资产数千万 唐公子酷爱赌博 每年得挥霍数十万 但和他赌博的人都是老月 可他不明白兴赌之弊 所以没赌必输 这个阿林泰也不是个善茬 眼珠一转问陆某 你为何不吃他一水 陆某皱眉 作为难状 可惜我没这么大本钱 否则数万之款早到我囊中了 这个唐少爷总拉着我陪他赌钱 我也只能看着机会白白流失 阿林泰略以思索 我出本钱 你能赢他吗 陆某一脸狐一壮 你有这么大本钱吗 如果你真能携来巨款 我就能赢他 挣了钱 你七我三 怎么样 阿林泰拍胸服 万八千款我有 但你怎么赢钱呢 陆某想了想 明日赌博时 你可用单缝火柴盒当作宝盒 以四张牌九 第一二板 长三 大四 分为一二三四 你坐宝 我叫唐家少爷压 你如果往火柴盒内装底腰 就将凤头冲我 我劝他压四 你若装二板 把凤尾冲我 我劝他压腰 你若装长三 可将火柴盒反用 将单字冲我 我叫他压四 你若装大四 可将凤字冲我 我叫他压腰 两日功夫 就能赢他几万 阿林泰大喜 二人一计而行 次日阿林泰将万元巨钞装入提包 带排九四张精美火柴盒一个 至司令宅见陆某 先将巨款展示给陆某看 然后静等唐少爷到场 掌灯后唐少爷如期而至 陆某忙给阿林泰介绍 然后布置赌案 阿林泰将地腰装入火柴盒内 将凤头冲外 陆某劝唐少爷压四 唐压款数百元 开盒试之戏第腰一张 数百元钞票轻轻松松被阿林泰赢到 就这样赌了十几次 千数元巨钞已被阿林泰所得 阿林泰望乎所以 越搞越大 这一次他将长三装入盒内 信心满满地扔到岸上 巧妙地将单凤的单字冲外 陆某心领神会 劝唐少爷压四 唐少爷压了万元三菇丁 阿林泰大喜 也将全款压上 心想这还不赢一把大的 不料一辆底牌 却是唐少爷赢 结果万元巨钞瞬间化为乌有 还道歉了几千块 阿林泰一下蒙圈 恍惚间央求陆某作宝 改日欢清欠款 唐少爷一言不发 携款而去 唐少爷走后 阿林泰目瞪口呆 陆某在一旁不停地埋怨 死心眼 连赢十数宝 还不变个分儿 阿林泰不省串 不停地埋怨自己财运不佳 回家后 阿林泰越想越憋屈 他不想再付赌债 闭门不出 他嘱咐家人 如有人找他 就说去天津办事去了 阿林泰输了上万块 反倒像做了贼似的不敢出门 躲了一段时间 阿林泰不见有人讨债 开始试探着出门 一天 阿林泰路过一座宅院 见大门紧闭 贴着一张乘租广告 上书 空房一锁 共三十一从间 自来水 电灯无不齐全 有院租者 门内有人领看 阿林泰突然想起 这不是那个司令家吗 阿林泰飞速回忆着 猛然惊醒 上当了 后 阿林泰遇见一个友人 谈起此事 友人也是个江湖人 明白老岳的勾当 他告诉阿林泰老岳 坐点使用的门道 有反有正 你被骗 是被他们使了反门了 这里的亮点在于反门 第一层手段 其实很容易识破 关键在于局中局 而局中局之后 老岳们还有全身而退的手段 让受骗者知能而退 并获得一点 节后余生的小庆幸 故江湖上的老和们常言 他们不受骗的秘诀是 不贪便宜四字 但是又有几个人 能控制自己的贪欲呢 王哥分析 阿林泰无疑就属于这类秧子 江湖上把诈骗行业 称作骗术门 而从业者则被称作老和 老和泛指广义上的骗子 而刚才提到的老月 则是指侠义上的 比较高端的骗子 老和们通常两个人为一伙 亦有四五个人为一伙的 更有十几个人 几十个人的大T 独行虾有难度 比较少见 自从诞生了媒体 江湖骗子们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因为骗人的方法 只要用过一回 就不能再用 江湖从谈作者 莲阔如先生 曾看过一份日报消息 某人在凉店买了六袋面 搬至家中 忽然来了两个凉店的伙计 到这家说 我们是柜上打发来的 你们家买了六袋羊面 其中有两袋是假的 不带是伏星 可面不是伏星的 我们先生说怕对不住你们的 派我们两人来看看 将两袋面扛回去 给您换两袋 真正的伏星羊面 这家一时蒙住 就叫两个人 将两袋羊面扛走 还连连称道 这家凉店做事讲究 可左等右等 那两个伙计也不见回来 这家人跑到凉店一问 凉店人说 根本就没这回事 大概你们让人给骗了 这家人此后才醒悟 只好自认倒霉 偌大的北平 哪里去找骗子呀 报界的人们得了这条被骗新闻 蹬在社会版上 月报的人们看见了 一传十 十传百 看报的人一轰嚷 受骗的人一交流 社会上就传开了 骗匪们再用这个方法 恐怕就要铃铛入狱 以前有报纸 现在有抖音快手 各种诈骗手段悉数曝光 低端骗子们就该失业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哥讲到 有一个国外机构曾专门统计过诈骗概率 结论是最愚蠢的骗数也会有5%的人上当 现在有了电信诈骗 金融诈骗 各种暴富 创业故事 更有将媒体 政府裹入诈骗的手段 傻子还是那么多 骗子们却反而更安全了 聪明人的钱 他们早就不惦记了 收割的就是人的智商税 坑蒙拐骗猖獗 除了道德信仰层面的缺失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失序 分配机制扭曲 底层社会物质极度匮乏 由于愚昧 生存空间被挤压变形 极度内卷 记得电视剧天道理丁元音总结的生存法则是 忍人所不忍 能忍所不能 忍是一条线 能是一条线 两者的间距就是生存的空间 愚昧成就没有能力 忍耐成就奴性 产生奸计 从而败坏道德 饥饿成习 我个人认为 传统文化中 的确没有孕育出 比较聪明 比较高效 比较有道德 并且具有土固纳心机制的思想体系 要知道 我们感受到的一切文明 看到的一切科学技术 享受到的一切合理 高效的社会机制 其实都是思想的成果 现在偷钱包 偷财物的物理性偷盗已经很少了 谁还整天揣着现金上街啊 况且中国人均消费摄像头0.5个 天网恢恢 小柳老荣已无处遁形 今天的财物概念也不一样了 家里的电视谁看 送都送不出去 还怕偷 手机偷了打不开 汽车偷了只能卖零件 小柳老荣老何老扎们只好华丽转身 升级为各种行业骗子 王哥从小听爷爷讲江湖故事 现在也弄得跟半个江湖人似的 再有警察常走江湖 对江湖门道的熟人也有业务上的需求 故王哥说起偷盗之事 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之前聊过 江湖人把小偷叫小柳 他们每日三五成群去到火车轮船电车公园庙会市场上 做他们柳切的事 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共场所常悬挂木牌 写着留神小柳 警方扒手的字样 现在都换成了卡通图片 画上一个萌萌的警察正擒住小偷 江湖人吊坎小柳这行人叫老荣 又叫镊子霸 非常生动形象 老荣是他们的总名 小柳和小柳不同 门类庞杂 所持路线也各有不同 轮子前只专吃火车 电车上的旅客 朋友前只专吃半熟脸的人 黑钱只专在夜里干活 白天休息 白钱是专在白天偷到 夜里休息 互不干扰 高满是指专吃金珠店 绸缎店 银行银号的 属于重大刑事案 而略懂江湖套路 半开眼的人则管小柳 叫白钱 他们这行在地方上都有头 吊坎叫瓢霸子 铜锣湾瓢霸子陈浩南的称呼应该就是来自江湖 小地方只有一个瓢霸子 大地方还有总瓢霸子 相当于古惑仔电影里万字两眼的那个角色 总瓢霸子之下有许多小瓢霸子 相当于陈浩南山鸡十三妹等 按他们的规矩 每个瓢霸子各有各的辖区 比如铜锣湾归陈浩南馆 屯门归恐龙馆 柴湾归山鸡馆 有小柳偷了东西 无论值不值钱 偷着的时候不能马上变现 要将所偷的东西先给瓢霸子收藏三天 在这三天之内 若丢失的人有势力 找得急也好物归原主 若是过了三天还没有动静 说明丢东西的人没实力 小柳们就把偷到的东西往外一卖 将钱一分 吊坎叫 挑楼肯建 君畜偷 小柳头有明有暗 比如民国时期的北平 军警林立 他们便暗中潜伏 绝不敢露面 他们流动作案没有准住处 而外码头的小柳头全是明的 若向官人打听 他们管辖的地方一共有几个瓢霸子 姓什么叫什么 住在何处都能知道 明知的小柳头 得和被称作老柴的官人们联络 如若有不听调动的小柳 当头的向老柴们说句话 就能把他补了去 责打一顿官起来 林放出来的时候 还得先向小柳头央求 然后老柴才放人 真是警匪一家 其乐融融 放出来后 小柳要不想服从当地的小柳头 就得远走高飞 如果假地的小柳不愿意在假地干活 到了乙地先不能去偷 得先拜见乙地的头 如若私自偷窃 叫乙地的头知道了 向老柴们按一指 就能给补了去 打一顿再关起来 除北平外的各省市码头商部 这差不多已成定例 还有些个小柳是傍着海冷的 什么叫海冷呢 江湖人管当大兵的秋八爷 吊坎叫海冷 小柳们依仗海冷 胡家胡威 假如丢东西的人醒了窗 有当兵的保护 就不会挨揍 不等丢东西的人来找官人 他们就扯活了 他们依仗军人 就得叫军人吃标杵 就是分一杯羹给当兵的 有的老柳自己就传冷 他先当兵入伍 利用军人的身份偷盗 每逢出来时 军容整肃 人没狗样 其实暗含着做活呢 堂堂的军爷 原来是个小偷 行切是 你如果发现他是小柳 他先冲你瞪眼 大吵大吼 吓得你不敢吱声 所以江湖人称 传冷的老柳有护身皮 不好惹 另外 逛游一场的人 如果被小柳偷了东西 又将小柳抓住 多半会过来几个秋八 将丢东西的人 打得鼻青脸肿 打完了一散 叫人无处申冤 还有江湖人 吊坑叫船子前的小柳 专门在市场 庙会等处人群中偷窃 他们每逢要偷东西的时候 都是两个人 甲将东西偷去 交到乙手里 乙得了皮夹子 一转身就溜 丢东西的人若是发觉了 将甲小柳抓住 他能冲丢住瞪眼 常言道 桌奸要霜 桌贼要脏 他身上搜不出脏物 就能愣装好人 船子前的小柳有很大不同 他们的能耐分操活和细活 做细活的能偷扩人 第一得衣着得体 能挨着有钱人并不使对方生疑 第二得窃数高超 手脚敏捷 要偷的时候先瞧了道 只凭走个对脸 威意沾身 财物便能到手 手眼心三快 令人来不及四溢 至于那些窃数不精 手里活操 网集场 庙会 杂技场等处柳切的船子前 多半只能在人群里乱挤乱撞 偷些个穷人 有时挤挤蹭蹭几十分钟才得手 偷的东西差不多也就是破皮包一个 当票两张 三角毛票 十几调同源而已 这种老容 毛手毛脚 两眼乱瞧 遇见机灵主 没等沾身就明白了 甚至于没偷着东西 反被人将手攥住 被蛇鞭胖揍一顿 想象一下这些愚蠢的小贼 是不是很有喜感 在火车上 柳切的贼叫吃轮子前 也叫吃飞轮 切数一分操戏 技术高的能偷小皮包 金表 钻石等高档物品 这类东西不大 容易互托 过托 互托 就是不叫外人瞧见怎么偷 怎么藏的 过托是假偷到手时 又转给已 吊坎叫过托 若是没有能耐的轮子钱 切数不精 不是扛人家的行李卷 就是拿人家的柳条包 费力不讨好 东西又沉又笨 互托难 过托亦难 切数不高的轮子钱 很难偷到有钱人 他们不了解 扩人出门 除了身上带着的贵重东西 向来不带笨物件 即或有笨物件 亦不自己携带 民国年间的社会人都要练习交际 朋友钱类型的小柳 专在交际场所活动 只要和他点头说话 他就迈步身腿 与你萍水相逢 谁要是脑筋不清楚 把他们当朋友 那可就要倒霉了 这种小柳感觉和谁都很熟 如果伸手偷东西被你看见 他就会说和你闹着玩 如若偷的时候没有被人看见 那东西可就归了他了 朋友钱小柳还有不少果实马子 也就是女人 江萍就是大姑娘 这种女朋友钱出入娱乐场所 假冲阔小姐 姨太太 她们手段高超 最有能耐的就是双吃 又是朋友钱 又是高买 高买是指比较高端的偷窃活动 包括但不现一对熟人下手 江湖从谈中聊到 江湖上有个特别有能的小柳叫鱼黑 被誉为老龙这行里少有的狭义之人 同行人到了冬天混不上棉衣 或者有了疾病无前医治都去找鱼黑 别的小柳偷了大款 只顾自己嫖赌 哪管他人无衣无食 唯有这鱼黑 清才重义 江湖上谁有个过不去的坎 不论和他熟不熟只要去找他 他准能倾囊相助 他的能耐手段更比一般小柳高出一截 人长得也周正漂亮 衣着阔绰 谈吐文雅 是个传奇人物 鱼黑专在京户金汉等地吃飞轮子 他有个特点 十块八块的不偷 只干成百上千的活 其实民国那会儿十块八块也不少了 抵得上今天的好几千块 鱼黑仗义输财 因此朋友众多 每逢遭了官司 探监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 送衣食 送银钱 还有给他运动的 不知者都说鱼黑手眼通天 其实这个好人员都是靠他自己积累的 鱼黑吃飞轮子 当船子钱 就是没做过朋友钱 有资深老荣介绍 鱼黑有个绝活叫苏情卑贱 没人学得了 民国时期的小柳偷东西 通常在人的右边挨着 当时国人多穿长衫 扭扣在右 小柳挨着人的右边 剪扭扣方便 鱼黑则常常站在人身前 倒背手偷身后边人的东西 难度极大 但是具有出奇不异的效果 这种技能 小柳们称为苏情卑贱 有一次鱼黑到上海 下轮船时 有个小柳不认识他 挨尽他身右 想要下手 但还没有入托 反被鱼黑一拧身使了个苏情卑贱 将他的金表窃走 这个小柳折了托 还不甘心 见了小柳就问 谁在和他开玩笑 将他的转只子给偷去了 江湖上把钟表 吊坑叫转只子 有位明白的小柳说 你别是遇见了天津的鱼黑吧 他惯是苏情卑贱 这个蛇了托的小柳恍然大悟 不错 我没容了他 反被他容了 有此一事 足可证明鱼黑是个有味的老人 鱼黑走遍天下 却从没来过北平 一天鱼黑突发奇想 北平是故都 有的是火马子 火马子是指有钱人 北平大 没有小柳的头 无需拜码头 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 开始他的窃柳生活 鱼黑有家底 穿的阔绰 住的是大旅馆 又不天天偷 老柴家绝不能注意到他 于是鱼黑愁畜满志里到了北平 不料刚住进旅店 还没一个星期就被捕了 后来又来过一次 还是没几天就被捕 遭了两回官司 鱼黑在天津时曾向人感叹 北平吃喝玩乐很可心 干活也容易 只是北平的官员不吃老荣的标处 而且办案手段敏捷 毫不客气 可惜了北平这个血眼 看来天地之大 北平却不能容我存身 由鱼黑这种向别人谈话的口气足以证明 北平的治安和警察的连接度是很高的 守善之躯嘛 老柴家不吃老荣的标处 也不与老荣勾勾搭搭 在外省市商部码头丢了东西 三天之内找到小柳头 官场再有人准能把东西找回 北平则不然多数官员尤言不尽 我很纳闷当时的政府是怎么管理的 王哥从井三十年与不少小偷打过交道 但从没遇见过江湖丛坛中描述的那种级别的小柳 更没有撞见电影《天下无贼》里那种水平的老荣 现实中的小柳多数都很愚蠢 王哥拿他们轻轻松松 到最后干脆就交给徒弟们去抓 小柳的试错成本非常高 很难有机会在成长中磨练记忆 那些大师级的老荣除了悟性极高外 也是靠了有好运气 因此顶级小柳是极其罕见的 邻居老警察王哥是个奇人 他常向我夸耀自己的专业水平 说一打眼就能看出谁是犯罪分子 我对他这话有七八成信 他是个勤奋的人 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 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犯罪书籍 还曾潜心研究过 连阔如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在 《北平食言报》上的江湖丛坛连载 他说他和江湖算命先生学了不少识人之术 连阔如先生好云游客 喜欢全国各处云游 江湖从谈中记载 他曾见市场上有一种买卖 小桌一张药瓶数个 镜子一枚 玻璃罐内人牙数百个 座后悬挂布幌子 画两个大脑袋 一男一女 面上有些黑点 按相书部位画有标志 黑点底下 或是女房男男客女 有产恶 火灾 水危 土节 疾病 等提示 两个人脑袋周围画十二个小图 第一图是一个人趁船覆没 上写 犯水危 第二图 一家失火 将人烧在火场之内 上写 犯火灾 第三图 一个人走到墙底下 被毕岛墙他砸得腰断腿舌 上写 犯土节 第四图 一家子有死人 院中停着一口棺材 有个小媳妇身穿重校 呛在灵前提枯 上写 女房夫 第五图 有个女子站在门前 向行路之人眉目调情 下写 月下偷情 第六图是一个人喝酒吃醉 持刀行凶 上写 酒后行凶 第七图是一个人手持单刀一口 劫住行人 上写 劫道 第八图 是一个女子玄良自义 上写 主自义 第九图 是一个人生得方面大耳 上写 福相 第十图 是一个老人 上写 瘦相 第十一图 是一个人又瘦又没精神 上写 腰相 第十二图 是一个做官的人 上写 贵相 另有四个醒目大字 去智求顺 这是什么声音呢 就是点物子外带拔牙 听上去毫不靠谱 瓶子里装几百颗牙 好恶心 但却极有冲击力 让我想起了电影解救江阁中 牙科大夫车顶上的那颗大牙 很有喜感 我收藏过一本 太清神剑 中国传统像术大权 本来是为写剧本参考之用 看到连阔如先生这段描述 赶紧查阅一番 这些像面之法 要说全是胡编乱造 恐怕也有些极端 在农业文明中 看向诗人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 属于初级 简单粗暴的归纳法 他得出的规律或结论 多数是基于一些生活经验 传说 属于概率学范畴 各种有多少巧合也未可知 有点逻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 归纳出来的规律 有可能存在例外情况 比如天鹅是白的 最后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那个案例 项面的底层逻辑是不可能产生演绎法的 无法进入到逻辑推理层面 最多就是概率稍稍高那么一点 所以项面更多的是靠含糊其词的解释 连阔如云游多年 见过几个有本事的 他们靠点滞为生 竟然能身穿零罗绸缎 进出高档场所 日正十数员 有济南府的安华林 黑龙江的贾宝扇 天经卫的上灯云 他们是点滞头鹿角色 天花板级人物 但多数干着行当的都没啥生意 勉强维持生计而已 笨嘴捉舌 很是可怜 就像现在的up主 虽然有李某奇这样日进斗金的超级网红 但更多的是饭都快吃不上的主播up主 我有个歌手朋友 年逾五十 依然坚持歌唱事业 也在某斗某块开启了直播 数年来从未间断 一日几位朋友聚会 歌手的河南老乡夸他执着 直播间内只剩一人 依旧在银行高歌 众人大笑 老乡等大家安静下来 轻声说道 那个人就是我 众人喷饭 我却悲从中来 故什么时代 什么行业 都有混得好的 和吃不上饭的 世界原来如此的不公平 有一年 莲寇如在河南开封 相国寺里 见着一个典质相面的 这人身材矮小 背靠山墙 高挂布幌子 面前摆一张桌 大呼小叫 不时奉送首相 招惹的一庙之人 风雨不透的围着他看 他拉住一个人的手说 看相不看手 必是没传授 首相的秘诀是 长为虎 指为龙 能叫龙吞虎 莫叫虎吞龙 指长长短 龙吞虎 长长指短 虎吞龙 大指为君 小指为臣 二指为宾 次指为主 你这人是虎吞龙 臣其君 宾其主 劳碌早 六亲不靠 自创自立 能受累 那人精的连连点头称事 下面的又说 你这人存不住财 来多去广 多来多花 少来少花 这人盲问 我几时才能存住财啊 算命的说 你左耳有志 主不存财 算命的递过一个镜子 那人用镜子一照 果然左耳前边有志 他问算命先生 怎么会不存财呢 算命先生说 你红脸庞 五行属火 你那志是黑的 属水 水克火 你受着克呢 有病早治 养病如养虎 虎大伤人 病大伤身 你这志用药点去吧 听了这些话 有谁不会掏钱点志呢 这里的奥秘叫 见响 扣瓜 顶瓜 最后掏钱 就跟现在医院 挣钱的手段差不多 江湖人管相面相对了 叫人佩服了 吊坎叫响 只要一见响 立刻就扣瓜 扣瓜就是吓唬人 如若顶了瓜 也就是项面的人害怕了 就会立刻掏钱 时代在变 但骗钱的手法大同小异 江湖人领会这套路 无疑是最通透的 这人最后问到敏感问题 点这志要多少钱呀 项面的声音红亮 一大煤 这人有些疑惑 准能点去吗 项面的说 点不掉 圆钱退回 这个人点点头 那你就给我点吧 项面的用个骨头针 往药瓶里沾了点膏 点在这人的左耳前边痣上 又道 你这人无论对待亲友多好 亦是恩人无益 反来成仇 这人一愣 不错呀 这些日子直犯口舌 项面的用手 冲这人脸上一直说 你嘴鸡脚上还有个痣 犯口舌 把他也点了吧 说着用骨头针 又往药瓶里沾了些药膏 点之用不了多少钱 一大煤就成 那人还以为点多少痣 都是一大煤呢 那就点吧 他说几句点个痣 又说几句又点个痣 不到一刻钟 这人脸上都点满了 最后 这人掏出一大煤前来 项面的一笑 一个痣一大煤 两个痣两大煤 您脸上共37个痣 应当是37大煤啊 这人急了 我只有20大煤啊 项面的却假装豪爽起来 差我17大煤 明天给我带来 这人给了他20大煤 狼狈而去 就这样 项面的接连点了十数人 半天功夫就挣两块多 差不多和现在的一千元 有趣的是 次日连阔如又去项国寺 碰到二人争执 那人质问 我花了那么多钱点痣 一个都没点去 怎么回事 项面的不紧不慢 您别急啊 我这要管保掉 如弱不掉 原钱退回 可是花钱一次 点要两回 今天还得再点一次 这次您就不用给钱了 说着又给那人点了一遍 点完了药说 宁可别用指甲抓着药 别沾水 等药自己掉了 再沾水 你若用手抓了 沾了水 药劲使不上 点不下去 我可不管 那人点头而去 后来连阔如连着去了几天 亦不见那人来找他 至于智点去了没有 亦不得而知 后来他向江湖人讨教 才知道其中奥秘 江湖中点智的行当 行话叫戳黑 连带拔牙 江湖人管牙叫柴 管拔牙叫斑柴 这种生意故吊坎戳黑带斑柴 真是形象而生动 他们通常使用布画幌子 叫柴子 之前我们讲过 经典是指项面行当 经典收徒弟时 预点灵力的 立刻夹摸他呛盘 江湖人管项面叫呛盘 调教徒弟叫夹摸 碰上笨的 就先交给他呛盘的条子 将这些条子 一段段的让徒弟背熟 再练习戳黑 什么叫呛盘条子呢 说起他们的条子来 意识多得很 大约有数百种 如同唱小曲似的 条子分为市 农 工 商等门类 例如呛冷字条 就是给吊坑叫冷字的 官员项面 冷这个字 应该特指公务员 官员 我们之前讲过 有小偷当兵 然后均荣整肃的去偷窃 叫海冷 用的也是这个冷字 总之 冷代表正能量的官方 还有呛颗狼条子 上次说假道士的故事 就提到过 管种地的人 吊坑叫颗狼点 给乡下人项面 当然就叫呛颗狼条子 还有呛冒一点条子 冒一点饭吃伤人 也就是罪恶的资本家 总而言之就是 给哪个行业项面 就用哪路词 哪路词 即是哪路条子 戳黑的在市场内 将摆子挂好后 就开始用掌握的漂亮话 说说道道 圆上黏子 招惹众人为官 王哥点评 就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来说 学这些骗术的 根本原因是好吃懒做 不愿意勤勤恳恳的工作 学习 但从了解到的 这些江湖骗术来看 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起码要懂江湖话吧 这不就是学一门外语吗 背这些明目繁杂的条子 学会察言观色 练习耍嘴皮子 还有担惊受怕 废笑笔 搞不好比规规矩矩 学一门手艺还要大 尤其是笨人 真是得不偿失 但为什么民国年间 甚至到了今天 这类江湖骗子 依旧绵延不绝呢 而信这一套的愚昧之人 更是如过江之己 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江湖笑面的在集市上 圆上年子后 就开始寻觅猎物 他瞧见了某甲 三十多岁 看上去就像个 自证吃穿的劳动分子 他便向某甲说 你这人二枚树木 是君臣不配之相 主于少年不立 难靠祖业 要说你这人 祖上的根基颇正 吃亏就是你没赶上好时候 到了你这辈 咬王瓜的尾巴 苦点了 你好似老爷庙的气干 风来了自己挡 雨来了自己临 六亲不靠 连个遮风挡雨的人都没有 自创自立 自己跌倒 自己爬 你那亲戚朋友 一时苦害你 钱你没少挣 不知不觉一枚落下 只见鱼喝水 没见两腮流 这套词准能说的 某甲点头扎嘴 心理佩服 其实这里有心理学的因素 首先肯定了 某甲不是一般人 但没赶上好时候 混他不好 不赖他赖社会 是时运不济 这也为给他调整运数 埋下了伏笔 那人感觉就像找到了知音 两眼泪汪汪的 急于想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 算命的察言观色 感觉这回是见着想了 随后就是扣挂顶挂 掏钱的流程 我们曾谈到 人是很容易相信一段笼统的 似是而非的 对人格事件状况的描述 觉得他准确揭示了人的性格特征 和事件的内在规律 即使该描述很空洞 很玄幻 人只想看他想看的 听他想听的 并且善于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中 看出他的巨大含义 算命先生们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王哥查阅了相关资料 仔细研究了江湖丛弹 得知项面的所用点制制药 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用硫磺 火销 白凡 口茧熟练而成 其色红 收于瓷瓶之中 药性猛烈 木制铁制瓶 结不能收存 那药点在人面之上 疼痛难忍 三日生效 准能去制 还能兼制恶选 但制此药 笨头太海 也就是本钱太大 投入过多 一般老和们都不愿意花钱 费神熬此药 那药方恐怕是要失传了 如今戳黑使用的汉 也就是药品 都是李星肯 假东西 莲阔如先生还特意查看过 点滞用的药 有白灰 口茧 用烧酒 请化 加以张单搅拌 点在脸上 只觉得微痛微痒 但无效力 根本去不了治 北平三十年代 各处都有戳黑的 但没有哪个受过真传 全是半空不作 之前我们说过 江湖骗子 把不靠谱 半吊子 二不挂舞的人 称作半空不作点 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人们 对面上有志 主吉主贵 有无凶险 毫不介意 点滞的生意 也就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消亡了 王哥小舅子脸上 一侧长满扁平油 多年求医问药 不得而至 后深信江湖 那一套的王哥媳妇 在被称作 北京嘎吱窝的 丰台区城乡结合部 找到一位周姓神医 据说专治此病 王哥媳妇 花重金求得一副药 那中自然少不了一些 万能的 吃不死人的传统中药 但在药方末尾 赫然出现石灰二字 王哥看到后大笑 其实前面的 林林总总的中药 根本没什么卵用 最关键的就是那石灰 不出所料 这药服用多月也不管用 花钱不少 还搞得满屋臭哄哄的 此时王哥媳妇老家 一位放羊的老农民声称 有一组传神奇偏方 他用死人骨头和死动物的骨头 用物理性的摩擦手法 将小舅子的扁平油 生生磨掉了 据王哥媳妇说 小舅子的扁平油 居然消失了 而且还不疼 真是神奇 富有科学思想的王哥 至今也说不清什么原理 邻居王哥是个老警察 有段时间他查阅了封存的案件卷宗 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 94年深秋 北京前门派出所接到报案 附近一家歌厅死了一个人 报案人说 一个东北人在歌厅门口打架 让人给扎死了 警察去了发现不是 这个人死因很怪 这人进门时脚下一滑 扑到了门口供奉的一尊同志官公相上 被官公打刀的尖扎到嗓子上 郑重动脉鲜血四溅 现场大乱 谁也不敢靠前 耽误了救人时机 警察仔细勘察现场 确实是意外 排除他杀 那个年代 北京管做生意发了财的人叫万元户 最时髦的娱乐就是去歌厅 当时前门有家歌厅很是豪华 用现在的眼光看 也不过就是在大堂内装了大理石地面 吐得很 因为地滑 大理石就成为这个意外案件的主因 警察和老板聊了很长时间 一名老警察问老板 你做生意为什么供官公相啊 老板回答 做生意的谁不供财神 官公是武财神吗 老板又补充 是一哥们给我订的货 昨晚上刚送来 警察打听到这个专做同料生意的老板朋友 一个安徽人 叫老鱼 但老鱼却失踪了 邻居说三天没见着人 打寻呼机也不回 寻呼机就是BB机 是90年代流行的通讯工具 警察觉得这里肯定有事 警察向歌厅老板了解老鱼的背景 老板想起一件事 老鱼前两天酒桌上炫富 说要买辆夏利 那年月 能开夏利的都是富豪 老板说你就吹牛吧 牛不是大款 警察听到这儿 警觉起来 老板补充 老鱼是个吝啬而胆小的人 一直在北京做铜料和费金属生意 手里攒了几万块钱 但要说买夏利 还是有点实力不够 警察之后就把调查重点放在老鱼身上 发现老鱼居然有一情人 据可靠消息 老鱼放在情人手里3.1万块钱 老鱼要买车的事传得四九成 敬人皆知 不免招人记恨 而一个和老鱼一起倒卖水泥的人 与他走得比较近 近期还去过老鱼情人家里喝酒 北京西洛园派出所上报了一条消息 在西洛园臭水沟里捞上来一个人头 以高度腐烂 经丰台刑警和法医鉴定 这个人头的主人就是一直在寻找的老鱼 老鱼昔被木工府砍死 死后被人用木工大锯把头锯下来 西洛园臭水沟是抛尸现场之一 警察马上派人抓捕老鱼情人 把他从河南老家带回北京审问 还没到北京 他就招了 他和老鱼好了有几个月 有一天老鱼带回一个男人 三十多岁挺帅 倒卖水泥 罗尔刚什么的 后来喝高了 老鱼吹牛买车的事 水泥男沉默了 再后来 水泥男又单独来老鱼情人家 老鱼情人对他感觉不错 二人眉来眼去 一天 水泥男突然问老鱼情人 老鱼买车的钱放哪了 老鱼情人一愣 说钱就在家里啊 这天 水泥男又来老鱼情人家骚扰 被老鱼发现了 二人打了一架 水泥男约出老鱼情人 说要把老鱼弄死 带着抢到的钱 和女人一起回黑龙江老家 女人心动了 俩人就一起商量怎么杀害老鱼 水泥男让女人先配把家门钥匙给他 把老鱼灌醉 然后下手 一天晚上 水泥男趁老鱼醉了 偷开房门溜进来 老鱼听见后面有动静 扭头一看 水泥男的礼服已经披下 二人把老鱼的尸体埋在了院里的一棵树下 警察立刻抓捕水泥男 找了一大圈 却发现杀人的水泥男 恰恰就是三个星期前 在歌厅门口意外身亡的那个东北人 当时警察都在专注于找失踪的老鱼 把调查这案子的起因给忽略了 但正是这个奇怪的意外死亡 才引出了这起恶性杀人案 也正是因为那位老警察和歌厅老板聊天时 多问了一些民间风俗才牵扯出来这起案件 警察都在感叹 很难用科学来解释这件事儿 后来人们都说是老鱼的灵魂报了仇 他的亡灵就抚在自己亲手做的关公像上 从故事创作的角度看 这是一个高概念的闭环结构 故事情节上的演进 引入道德层面的探究 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善恶行为和因果关系的思考 人的欲望和行为导致自身的毁灭 同时引发了更多的不幸 波及无辜 真是起心动念 行为处事 万不可作恶 王哥小的时候 喜爱哄他玩的爷爷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 添油加醋地把江湖丛弹中一个白银换人头的故事 讲给年龄还小的王哥听 把王哥吓得够呛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段故事情节 清末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害人的骗局 某天一家生意兴隆的银号内 老板和伙计们正闲聊 忽见一个乡下人背着个口袋走进门 粗声大嗓地问 银子一斤卖多少钱 柜上的人听了吓一跳 银子多值钱啊 一般都按两计价 从没听说过按斤计价的 伙计和老板看乡下人傻了傻气 就问他有多少斤银子 乡下人回 我有一坑银子 伙计一惊 你从哪里得到这些银子的 乡下人洋洋自得 我挖出来的 人们将信将疑 乡下人拿出身上的银子 大概十几两 差不多一斤 老板仔细查验 竟然是橙色极高的白银 众人揣测 这人应该是挖到了宝藏 老板告诉乡下人 一斤银子值120吊钱 那时候 每两银子的市价通常不到实调 橙色较好的银子 一斤能卖120吊 乡下人一听高兴坏了 我问了好几家 都说不到100吊钱 你们家真公道 这一斤银子就卖给你们吧 贵上伙计撑了他的银子 恰巧16两 就置16两为一斤 随后给了他120吊钱纸钞 乡下人拿到钱 先回头看看外面 确认没人 然后煞有介事的对贵上的人说 明晚上我准时到 再卖给你们五斤 以后我每天都来 直到我那一坑银子卖完 贵上伙计一阵小骚动 乡下人又探头向外望一眼 压低嗓印 你们一定要把门关好 等换好银子再放我出去 人们觉得蛮有趣 连说好 乡下人高高兴兴走了 乡下人离开后 银号内顿时议论纷纷 说这个穷人发财后活得不安宁 迟早会被银子折腾死 第二天掌灯时分 乡下人背着口袋如期而至 学徒把门关好锁上 乡下人走到椅子旁坐下 众人呼闻到他身上弥漫着酒气 仔细看发现他喝得满脸通红 醉醺醺醺的 一个伙计问 你今天卖几斤银子 乡下人突然瞪大眼睛 你们欺负我乡下人啊 我打听了 银子都是按两来论嫁的 没听说按金论嫁的 你们把我当傻瓜了 告诉你们 我媳妇可不傻 我昨天一进家门 他就开始骂我 一直骂到天亮 气死我了 昏暗的灯光下 乡下人面容扭曲 一脸杀气 众人吓得不敢说话 乡下人越骂越凶 我把他砍了 说着竟然从布袋里 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扔在柜台上 人们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 乡下人又掏出一把杀猪刀 解开大棉袄扣子 里面的棉裤沾满血迹 乡下人叫嚣 哪个是掌柜的 走打官司去 掌柜的吓得浑身发抖 说不出话来 柜台里有个勇敢一点的伙计 哆哆嗦嗦劝道 朋友 你可别打官司 打了官司 我们得陪你媳妇 我们哪陪得起 再说 你的命也不保啊 乡下人歪头想了想 颠了颠手里的家伙 伙计继续颤颤巍巍劝道 不如趁现在没人知道 你赶紧逃吧 乡下人紧紧握了握杀猪刀 口中发出一阵沉吟 银号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一般 掌柜的捧出五百两银子 递给胆大伙计 示意他打发乡下人快走 伙计撞着胆子 把银子递给乡下人 乡下人闹到深夜 才拿起五百两银子 把人头放进口袋 学徒哆嗦着打开门 乡下人慢慢咧咧离开 掌柜的忙扑上去把门关好 上了锁 长舒一口气 众人心有余悸 还好 如果打官司 不知道要赔多少银子 说不定还要把命搭上 学徒擦去柜台上的血迹 大家议论纷纷 越想越害怕 直到凌晨四点多 才各自休息 昏昏入睡 天蒙蒙亮 刚入睡的伙计们突然听到屋外传来急凑的敲门声 一个人高喊 掌柜的 你们门上挂着一个人头 快出来看呐 这一阵敲门声可把银号掌柜和伙计们吓尿了 众人纷纷爬起床到门外观看 过了片刻 一个伙计突然大喊 人头是假的 众人涌上去仔细观察 人头原来是用泥捏的 上面的头发倒是真的 默默乎乎沾满了猪血 掌柜的这才发现被骗 懊恼不已 那年头媒体不发达 东城发生了奇闻 西城却一无所知 上当的也因此不止这一家 王哥有个观点 语言表达的范围和限制 决定了我们思想的边界和局限性 换句话说 我们的思维能力受到语言的限制 如果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某些概念或想法 那么我们的思想也会受到限制 就是说语言反映现实也是塑造现实的工具 通过语言 我们构建了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和理解方式 语言的边际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思想 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汉字作为一种书写系统 在表达逻辑思维时会面临一些挑战 这主要取决于使用者的习惯 语境和文化背景 汉字通常是表义文字 一个字往往与一个特定的含义相关联 但是由于汉字的形音意不一定完全一致 有时同一个字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意思 这可能会导致奇异或误解 就是说汉字具有丰富的多异性和灵活性 这是其被江湖项面先生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骗子们还借助心理操控等手段 制造仪式感和权威感 使受骗者难以察觉其中的逻辑漏洞 各种花式上当而又有苦说不出后 人们对汉字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 甚至认为汉字具有欺骗性 从而使文化形象受损 江湖项面先生稿前是有着一套流程的 先元年然后寒信乱点兵 把人拢住不走 随后观色把黄继而扣瓜 只要有人顶瓜就开始插符子 插符子很像编剧写故事时的埋线 收到纸条的人则是潜在客户 等到把符子插出去才能把炸饺子拉开 炸饺子就是板凳 叫点头破下 点头是指花钱项面的人 破下就是准备项面的人坐到了凳子上 等点头坐稳 项面先生就开始逼杵了 逼杵就是要钱 一般会说项面可是先交项礼 项礼放在这 项对了是我的 项不对分文不取 听起来很是公平合理 于是 某甲某一挨个将项礼递上 项面先生把钱堆在一起 很有形式感 这钱虽然到手 但还不能算完 还得再要钱 把客户的潜力挖掘一空 点头虽然花了两脚钱 在江湖人那里才叫做头到处 此外还有二到处 三到处 绝后处 手段就是抽撤盘皇 更有连环朵的手段 譬如 谈相的人向项面先生问 您看我有没有媳妇呢 项面先生用笔在纸上写六个字 官居不能有妻 然后突然发问 你倒是有没有媳妇呢 这人被吓一跳 我有媳妇 项面先生用手指那六个字 官居不能 你这人是不能官居的 又往下念剩下的两个字 有妻 你是有媳妇的人 这人便信赴相面先生 相法高明 假若这人说 我没有媳妇 相面的就用手指那六个字 官居呀 你这人是官居 又用手指着往下念剩下的四个字 不能有妻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这人是官居 不能有媳妇 这官居不能有妻六个字 说有媳妇成 说没媳妇也成 江湖人吊坑叫连环朵 譬如 有人问相面先生 您看我父母在不在呢 是都活着 还是都死了 相面先生用笔 在纸上写上十个字 父母双全不能克商一位 这十字分开来念 怎样都对 他写完了这十个字说 你父母在也不在 全还是不全 我都写出来了 你说吧 这人说我父母双全都在着呢 下面先生手指这十个字念叨 父母双全 你看我这写着呢 又用手指剩下的六个字 不能克商一位 你父母连一位都不能克商啊 这人一听还真是 假如这人说 我父母死了一位 还有一位健在 下面的则用手指人那十个字念叨 你看父母双全不能 随后有手指剩下的四个字 克商一位 你父母克取了一位 如果这人说 我父母都死了 下面先生则念叨 父母双全不能 你这人父母不全 随后又往下念叨 不能克商一位 你看一下子就克商两位 还有俩五个字的连堵 譬如有人问 先生 我父母倒是死了一位 再一位 你能知道我父母死的是哪一位吗 下面的用笔在纸上写下 父在母先王 写完了问 我这写好了 你说是先死的哪一位吧 这人说 我父亲先死的 笑面先生用手指那五个字念叨 父在母先王 你父亲在你母亲之前死的 如若这人说 我母亲先死的 他一直着这五个字念叨 父在 你父亲在着呢 又往下念剩下的三个字 母先王 你妈先死的 人的愚昧有时真的超乎想象 这种小伎俩难道看不出来吗 王哥点评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 它的表异性 使得汉字更适合表达具体的事物和形象 而对于抽象概念的表达可能相对困难 例如 一些哲学或逻辑上的概念可能需要通过多个字组合 或者借助外来的辅助语言来表达 但其形象性使其在心理暗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江湖下面先生利用汉字的这种特点 通过文字的视觉和意义上的双重暗示 使受骗者更容易相信项面结果的真实性 汉字的组合与拆解是江湖骗术的重要手段 汉字通过偏旁不守的变化或重新组合 产生不同的意义 像关居不能有期这剧中的关居不能和有期 通过不同的断句方式 可以解释为不同的结论 项面先生利用受骗者对汉字拆解的陌生 使其无法质疑这些组合的合理性 项面先生的连环朵通常有多种应对方案 如谭相的向算命先生问 你看我有儿子没有呢 项面先生在纸上写六个字 命毒不能有子 写完他便一声鹤问 你有儿子没有 点头被吓一跳 脱口回应 我有儿子 项面的用手指六个字念 命毒不能 你这个人有儿子 不是命毒啊 又指着剩下的两个字道 有子 你是有儿子的 如果这点头说 我没儿子 项面的就用手指六个字念道 命毒 我这写着呢 又用手指剩下的四个字念 不能有子 再比如 点头向项面先生问 你看我有几个儿子呢 项面的在纸上写八个字 一味有子不能二三 写完问那点头 你有几个儿子呢 点头说 我有一个儿子 下面的用手指那八个字念 一味有子 你要是有儿子就是一味 又用手指后面的四个字 不能二三 你不能有两三个儿子 要是点头说 我有两个儿子 下面的就手指那八个字 一味有子不能 你这人有儿子 不能是一味 又念剩下的两个字 二三 你有儿子或二或三 假如有人说 我有四个儿子 下面的就用手指那八个字 一味有子 说你这位客官有儿子 又用手指剩下的四个字 不能二三 你有儿子不能是二三 一定是四五个呀 然而这种手段 必须建立在 项面者是个愚蠢之人 否则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必定识破这个低级的伎俩 据某科学机构测算 再低级的骗术 也会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上当者 这便是江湖骗子存在的基本盘 但是我比较好奇 他们是怎样对付那些精明 而又较真 或故意找茬的人呢 连环朵几乎覆盖了生活中的各类情况 例如谭相的如果问项面先生 您看我弟兄几位呢 项面先生则用笔在纸上写八个字 昆仲一味不能二三 写完大喝一声 你哥几个 点头又吓一跳 我弟兄一味 项面先生用手指八个字道 昆仲一味 你是哥一个 不能二三 你不能哥两个 哥三个 假如点头问 我哥仨 项面的就用手指那八个字念 昆仲一味不能 你这人不能是哥一个 又念剩下的两个字 二三 不是两个 就是三个 这种连环朵 多是在庚子年前后使用 当时社会里的人们都很实诚 点头能够花钱 围着瞧的人能够把不出心来 也就是看不出假 到了近代 呛盘的金点 若是还使用这连环朵 这点头不行 从而才怪呢 而那围观之人也能把出心来 亦能给算命先生豁鼻子 也就是说破其中秘密 给他搅得置不下厨 王哥说 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 可以看到这些骗术 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取得成功的 尽管现代社会教育水平大幅提高 但类似的骗术 依然存在于一些伪科学中 他们依赖对汉字汉语的灵活运用 和情绪价值操控 愚昧大众 而现代科技的发展 又使得这种骗术 通过网络传播扩大其影响 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王哥很欣赏一句名言 语言的边界 就是思想的边界 他主张有条件的人 要尽可能多的掌握 一两种不同的语言 以避免困在信息检防中 糊里糊涂地度过一生 邻居王哥是一位爱讲故事 并且非常有故事的老警察 他常引用犯罪学家 龙伯罗嗦的一句名言 刑罚的威慑力 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 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而警察的工作 就是要保证这种威慑力的有效 喜欢研究民国警察历史的 王哥在看过电影 《功夫开篇》 冯小刚导演演的那段戏后 笑称 民国警察的地位 也差不多就这样了 稍微了解 民国历史的人 都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民国时期动乱不断 其实无论什么朝代 老百姓都没有好日子过 除了统治者无尽的盘剥外 各式各样的匪患 军阀混战 以及农民起义造成的动荡 也令老百姓苦不堪言 但民国时期不稳定的群体 还是有些特点 曾看到某主流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深度分析民国历史 认为最不稳定的群体就是学生 学生总是政府最坚定的反对者 无论谁当政 学生们都要反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当时的社会潮流 境外势力的插手外 还在于民国统治者 无法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 一方面国家培养了一批知识青年 却又无法提供适合学生的工作岗位 他们是剥夺感最足的群体 这些失忆的学生在社会上百无一用 便热衷于投入到学生运动中 并且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喜欢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现有秩序 希望通过一场痛痛快快的运动 改天换地并完成阶级跨越 对民国政府的各种妥协 折中的改进方案毫无兴趣 因此常常造成流血冲突 有统计显示 1946年中国约有13万大学生 其中大部分面临失业 1948年情况更为严重 直接失业的毕业生高达几万人 而其他各个行业失业的人则更多 大家知道 动物在青春期极具攻击性 人也未尝不是这样 这些失业学生荷尔蒙旺盛 加上对社会不满 没有工作 就投入到无理性躁动的学生运动中 在学生运动的裹挟下 走投无路 绝望的人们未寻找出路 就诞生了各类组织 帮派 社会团体 甚至是邪教 有组织有计划的与民国政府作对 青年人没有工作 最起码还有未来可期 中老年人失业就只能去等死 但近代社会 人的身体状况有很大改观 中年人身体机能依然良好 智商更是到了人生巅峰 他们和年轻人联合起来 利用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智力优势指导年轻人 使社会动荡呈现组织化 规模化 对社会的稳定破坏力巨大 这种现象造成了警察弹压学生运动疲于奔命 而对真正的刑事案件 横行社会的各类骗子却无暇顾及 社会因此愈加动荡 影响经济发展 造成恶性循环 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 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简单叠加 更是由于各种社会群体 特别是学生和失业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失业学生作为对社会最不满的群体 使得他们成为社会动荡的主力军 面对这些被宠坏的学生 民国警察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上海有个警察博物馆 比较详实地记录了民国警察的办案史 说句实话 现在的警察办案难度实在是太小了 从监控中调个视频 各种识别手段 AI技术 犯罪分子瞬间落网 比如警察发现一名罪犯正向城外逃去 他只需一个电话 瞬间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 天上地下的 罪犯无处遁形 我一个朋友曾聊起 一个人坐镇上的中巴去办事 忘了带手机 中巴走了一小段高速下到偏僻的乡村公路 忽然旁边座位上素不相识的人接了一个电话 随即用惊恐的眼神望着他 然后颤巍巍地递过手机 说公安局找你 其实那哥们啥事也没干 只是间接认识一个犯罪分子 去做了个笔录就没事了 这里惊叹的是 警察是如何找到他的 另外 现在通通都是电子支付 各种带定位的APP 犯罪分子饭都没得吃 店也没法住 逃跑的事就不要想了 可民国时期这一切手段都没有 如果一个巡警发现逃犯该怎么办呢 追上去抓 跑不过罪犯怎么办 罪犯武艺高强怎么办 罪犯人多势众怎么办 现在的警察根本就无法想象 民国时期警察办案的难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办法 那时的警察也不傻 有的是招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艺术中描述 在大上海约每0.5平方公里设立一个警鼠专用的杆子 有点像电线杆 杆子上涂上警鼠的颜色 挂一部电话 每个杆子都有标号 以杆子为基点 各布置一名巡警 巡警以这个杆子为中心 方圆二三百米活动 巡视 形成网格化的预防犯罪模式 比如007号杆子发现罪犯 追了两步 发现根本追不上 就跑到杆子旁打电话 他望着逃犯正向008号杆方向逃窜 就立刻与008号杆子连线 008号杆子旁的巡警 听到尖利刺耳 声音极有特点的警鼠 专有电话铃声后 便飞驰到杆子旁接听 007号警察快速描述 一名中年猥琐男正向你处逃窜 逃犯穿长衫 脚蹬破皮鞋等等 这时008号警察观察007号杆方向 发现中年猥琐男正飞奔而来 他便放下电话扑上去捉罪犯 此刻 四周009 010等处的杆子 也接到007电话 纷纷赶来支援 即使该罪犯赋予顽抗 但源源不断的巡警飞奔而来 很快就能将他擒获 其原理有点像古代的烽火台 但烽火台只是一条线 而杆子电话则覆盖了整个城区 是一个面 这样至少在上海城内和租界地区 犯罪力还是可控的 在江湖丛坛中 那个有名的小偷于黑的故事中 可以了解到小柳们对当时警察的评价 于黑走遍天下 却从没来过北平 但北平是六朝古都 底蕴深厚 有的是火马子 非常诱人 而且北平没有管理小柳的瓢把子 无需拜码头 于黑没来过北平 穿得又阔绰 住的是大旅馆 应该不会引起老差 也就是警察们的注意 不料他到北平刚一星期就被捕了 第二次来又被捕 遭了两回官司 被释放后回到天津感叹 北平那个地方 吃喝逛之事很可我的心意 出去做活也很容易 只是北平的官人不吃我们老荣的标处 可惜北平那个血眼 官人办案手段敏捷 毫不客气 是不叫我去的 天地之大 北平不能存身 我只好不去 由于黑这种向别人谈话 颇具民国白话文语调的口气就可以感觉到 北平的老柴是不吃老荣标处的 也不和老荣小柳们混 油盐不尽 若是在外省市商部码头丢了东西 找到老柴 准能把东西要回来 到了北平则不灵验 客观地说 民国时期的警察还是尽心尽力的 腐败问题也不十分严重 尤其是北平的警察 很是青年 邻居老警察王哥 曾是个业务精湛的刑警 从小听他爷爷讲各种故事长大 也变成一位故事高手 他尤其对各种民间密文 江湖骗术 坊间传说感兴趣 并且对三十年代北平实验报连载的 江湖丛谈中的各类故事了然于心 比起看书 我更愿意听王哥哥讲故事 马某是京部的一位富商 某天他走到租界下关码头小巷中 发现有个小孩手拿一个邮件 长约七寸 宽四寸 一脸惊喜地摆弄着 马某好奇地凑到面前 小孩炫耀 你看我拿的是什么 马某接过邮件 一笔漂亮的行书映入眼中 内容是 记者天津河东小集街 德成宁号张经理收 左边贴了两脚八分的邮票 并盖有邮局戳记 马某打开邮件 发现信上写着一位姓张的经理 想购买上等人身 已经从护永康申局购买 并附带邮记 信封的背面贴有一张名片 上面印着 上海英界万龙洋行 副经理李德明 还有一张发票 货品一栏 写着人身四只 重量多少多少 计价24元整 另有永康申局的图章 某年某月某日 还有印花票 信封内放有一张精美红棉纸 内装人身四只 马某家境富裕 常购买人身进补 便问小孩 这封信是你在这里剪的吗 小孩回答是 马某见四周没有其他人 贪念骤气 眼珠一转 真巧 这是我朋友张先生的信 你拿着也没用 我给你两毛钱 把信给我吧 小孩也不傻 我不 我要拿回家让我爸看看 马某连忙哄小孩 让你爸看也没用 这样 我给你四毛钱 把信给我吧 小孩盯住马某 摇摇头 八块 马某心里骂了一句 又迅速盘算了一下这四只人身的价值 继续和小孩争执 最后商定到四元 马某交给小孩四块钱 小孩高高兴兴走了 马某喜滋滋地拿着邮件一路往回走 觉得自己捡了便宜 回到自己的买卖店铺 马某又向伙计炫耀 负责财务的老王听了他的讲述后 拿出信封里的人身熟识良久 笑着对马某说 先生恐怕是上当了 马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一把抓起人身飞奔到药店 对店员说 麻烦您看一下这货的质量如何 店员扫了一眼 把东西扔到柜上 笑道 这是什么 马某睁大眼回应 人身啊 店内一阵哄堂大笑 马某傻在那里 不知所措 店员笑够了 回应道 这不是人身 是香菜根 马某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连连咒骂自己倒霉 后来 马某向江湖从坛的作者 连扣如先生诉说了这件事 深谙江湖门道的连扣如告诉他 这亦是一种江湖骗术 叫闯肯 马某感叹 我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也上当了 连扣如笑答 你不贪便不会上当 顺带说一句 四块大洋大概合今天的小两千块钱 一个小孩轻松搞定自以为聪明的马某 如果不是因为贪婪 怎么会有这个损失 王哥点评 人遇上好事 或者有什么看上去不错的机会 都要仔细想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坑 更要牢记天上从不会掉下馅饼 这个浅显道理 民国初年 天津有个地方叫三不管 热闹无比 每天一出太阳就能听见千筒子乱响 就像走在成都街巷里听搓麻声一样 极具地方特色 那耍签子的摊几步一个 每个摊上都摆着两三盒纸烟 几堆铜钱 另一个叫北开的露天市场里也有三四十个摊子 耍签子的都是些无赖 成天界晃悠千筒子 专骗乡下人与手艺买卖铺的学徒 和他们赌钱没有赢的 这帮人还动不动就打架 突破血流式家常便饭 甚至上演几十个人的群殴 也有打出人命的时候 当时的老百姓把这几个地方称作杂八地 杂八地都是流动性的赌博 四面八方有寻风 若官家来拿他们反应比电报电话还快 官人没到 暗令子已出 煞食如鸟兽般四散 官人到了往往一个人也抓不到 常用的暗令子有两种 有时候一起寒嚷 撬 有时候寒嚷 扯 当市场内四下响起高亢的呼啸声时 那场面真是壮观 这些无赖还有一种特别的技能 如有地方军警从他们探钱经过 他们一回首便将牵筒子往屁股底下一夹 走起路来如同无物 莲库如先生对他们的加工非常佩服 这让我想起了诺兰电影《致命魔术》中 那个变魔术的华人老头 他在公众面前永远都呈现出螺牵腿 行动不变的样子 他把整个人生都当做舞台 其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在聚光灯下 把鱼缸变到腿上夹着 私下里却奔走如飞 杂八地到了年节 又会天上头子宝 黑红宝 六门宝 四门宝等各种赌博项目 每个摊都被围得风雨不透 可怜一些商家的学徒 年节放假 掌柜的给个块八脚钱 不知买些正经东西 都被杂八地的赌博摊子吸干 其实这些赌徒只能欺骗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 乡小老赶 公家学徒 稍有一点阅历的人 一眼便能醒窗 杂八地的赌具都有心 有签子上灌签条的 有双层底签筒的 有用线拴着签子的 那黑红宝的心分三种 有小竹筒的 底下毒死 上边有个鞋形口 筒内放个小竹管 那管一头涂成红色的叫红宝 涂成黑色的叫黑宝 耍的时候 赌徒左手传一个筒 右手拿着两个小竹管 一黑一红 来回乱晃 有人为看时 他故意让人看他那竹管插入筒内 再用根竹签子往竹管上一插 然后用手指面前堵盘上的黑红点说 压黑的一个赢一个 压红的一个赢撒 这时他们的贴靴敲脱掏出钱来就压 压黑一赢 压红也赢 那些看热闹的人瞧着眼蝉 伸手就赌 而且这个黑红宝很容易看会 是个人就能玩 但是 围观的人清清楚楚看着往筒里装或黑或红的竹管 觉得容易赚钱 可是你要真的敢压 看着是红的 可取出来就黑了 其实奥秘就在签筒里 无赖们只许赌钱 不许动他攥在手里的签筒 你若非要看 那一定会打起来 他们人多 赌博的人肯定爱走 最后无处深渊 还有一种黑红宝 也是小竹管做成黑红色 往竹筒里插 竹筒两头有口 从两头可倒出竹管来 骑骗人的方法与上门说的一样 赌具的形式不同而已 还有不使竹筒的 使用两块竹板 长七八寸 宽两寸 宝有一分多一点 板的正面涂成黑红色 无赖用手拿着两块竹板来回乱翻 使人忽看正面忽看反面 冷不防得撤去一个 钻住一个 在他临钻住的时候 还故意叫人看出来是黑或是红 若有人压黑 翻过来就红了 若有人压红 翻过来就黑了 有一次官府突袭 捕获杂八地一众赌徒 并缴获大量赌具 连阔如先生好奇 托人介绍进官署 参观赌具 终于弄明白了 黑红宝的心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黑红宝大致有三种 用法片数大同小异 普通黑红宝是用两块竹子板做的 竹子修成七八寸长 二寸来宽 用颜色染了一寸多 建方的黑红点 那板按八寸计算 色点距离五六寸之间 叫人看着黑的改不了红的 红的改不了黑的 其实那板是能变的 别看板薄 却还是内空的 颜色并没有染在这空板上 里面另有更薄的心 长六寸 宽一寸七八 内板也染成两种颜色 巨三四寸一种颜色 巨五六寸一种颜色 总之一黑一红就成 将内板装在空板之内 不知者以为颜色染在主板之上 绝猜不透板内有极薄的内板 你若猜红 他手里轻轻一推 那板就从红变为黑 翻来覆去 怎么都让你猜不对 还有就是板中心的地方 都是用刀刻成方孔 中间镂空 名为空板 其板心为红黑 如将心装在空板之中 继承红黑霜面 黑宝如玉红宝石 将宝竖起心下垂 黑色隐而不见 露其红色 反之亦然 再有就是竹筒内的黑红宝 铜与空板相似 竹管的芯 与薄片的芯相似 适用方法也差不多 一日 某市场一胆子蹲在地上 面前放一块粗厚的麻袋皮 上有扑克三张 他在地上用两只手来回切换 嘴里不住地喊 压小人一个赢仨 压一毛赢三毛 压一块赢三块 那地方是个三叉路口 每个路口都站着一个无赖 给他们寻风 另有几个凶眉恶眼的 敲脱往地摊上凑 或蹲或立 指手画脚 引得过往行人无不侧目 一众无赖设好沾网 竟等飞虫来头 功夫不大 由西边路口来了个小伙子 看上去还不到二十 手提前代 像是个可怜的 出来讨账的商号徒弟 他来到三叉路口 一个敲脱迎上去 一指那三张牌 信不信兄弟 我压一块能赢三块 学徒随他指出一望 立刻被深深吸引 只见那蹲着的人 用两只手乱倒三张牌 或仰或扣 小伙子眼睁睁看着那张小人牌 被放在中间 一个敲脱掏出两元钱 大喊 我压当中这张 庄家翻牌一看 果然是小人 当时就掏六块钱 连三并四 眨眼间 那赌牌的敲脱就赢了十几块 学徒瞧着眼馋 不知不觉就蹲了下去 他被敲偷的哄了几句 竟由口袋里掏出羊钱来赌 不料却连输五回 刚收上账的三十多元钱 瞬间化为乌有 汉顿时就下来了 正在此时 一个寻风的大喊 警察来了 这一伙的八九个人就乱窜乱跑 一哄而散 只留下那学徒提着空前口袋站在那里 两眼发直 急得要哭 后来有好心人安慰这个伙计 原来他在重温门外花市某商铺做学徒 出来给跪上要账 没想到刚收上的三十七元钱被骗走 这招江湖上叫做花叶子 人被骗后还不用去找他们 那些人可都是亡命徒 搞不好再把性命搭上 上面讲述的赌博故事 都是些江湖小把戏 赌博几乎没有不抽老千的 各种充满奸诈之际和叹为观止的阴谋 远离赌博才是明智之举 邻居老警察王哥一段时机有句口头禅 所有看上去的好事 最终都是坑 其实大多数人远不理解 或许懒得体会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优暗 要知道 认知上的雷若 对于我们宝贵的人生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伤害 其中对人性的了解和逻辑推导 是能让我们逐渐确立正确的生活态度 过好一生 避免财富损失的最重要方法 我们不妨看看江湖社会 它最能折射洞悉人性深层的东西 管亏人性之恶 有些人对于项面算命深信不疑 并且指出很多实力 在这些传闻和实力面前 也的确不好反驳 但梁阔如先生所著《江湖从坛》艺术中 揭示了这一秘密 原来这里面有串 梁阔如云游时遇到一个看雅相的 他在一块板上写奉送首相四字 写完了抬起头冲围观者把点 也就是观察哪位像花钱的人 而看出这人面貌 便能知道这人这几日大概发生了什么事 江湖吊坎叫把献皇 把献皇秘籍不外乎由人的脸上查看喜怒忧思悲恐惊 此时人群中有个面带愁容的人 他在某商号做事 与同事不合 有心辞职 跟贵上告一天假到各市场闲逛 项面先生立刻将其作为猎物捕获 把出他的黄头来 冲他写白送首相 愁容哥不太情愿的伸出手 项面的冲他脸上一望 往愁容哥手掌上倒写四字 二虎争实 愁容哥一琢磨 这几天正和同事闹纠纷 不正是二虎争实吗 不由得会心一笑 这个笑基本上是不露出来的 是一种细微的心理活动 但项面先生立刻就知道黄头对了 这一点 你不得不佩服项面先生的社会阅理和察言观色的能力 接下来项面先生又写道 项面吗 四脚前 愁容哥犹豫 项面先生从腿底下拿出一小打纸条 长约三寸横一寸 他把无字的纸条高高举起 叫周围人看 这叫亮拖 随后 当着愁容哥的面往纸上写字 一边写 一边使劲的挡住 不让周围人看 名曰护托 写完后 项面的用手指摊上写的父母双拳 父母不拳等字符问愁容哥 愁容哥回道 我父母不拳 项面先生立刻把左手攥着的纸单亮给众人 愁容哥与周围的人拥上去一看 竟然写的也是父母不拳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叹 项面的随即再用纸写 什么七公有无 兄弟几位 无一事不对 愁容哥不由的就伸手掏出四毛钱来 原来这项面先生使用的是一种小竖子 吊坎叫跟头符子 有四层 使用前 先在各层上预先写好父母双拳 父母不拳 兄弟几位 七公有无等字样 四层只共八面 有七面写好了字 剩下的一面随用随写 使用的时候必须互托 做这种江湖生意也叫念语自今 项面先生把那竖子按层翻着使用 像变系法式的练好 运用自然 然后才能上帝做生意 但有一样 这种做雅金的就怕遇见弟兄十二个人 将跟头符子翻碎了也翻不出十二个兄弟来 雅金项面永远是撂地摊 不能安座子 安座子就是算卦项面的在某地方开设命馆 各市场庙绘的座子都是使用老周 即六窑卦 八岔子 即奇门卦 拆朵 即册字 像雅金这种低端骗术 根本就轮不上安座子 有智慧的人都不相信算命先生说的鬼话 但有时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识人数非常准确且富有道理 这里的秘籍被称作呛盘条子 类似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手册 比如洗衣机 错误14是有东西堵了 错误3是水龙头没开等等 为快速排除故障之用 据说飞机上也有类似手册 以便在出事故慌乱之时及时采取应变对策 而呛盘条子就是针对人的应变手册 这些条子编的既巧妙又体贴人情 一言以蔽之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尤其是一种叫侧字条的 细致到人的每一个部位 包括眉毛鼻子眼睛嘴 脑袋胳膊肚子腿 条子如若用的巧妙 历时就见响 只要一见响 立刻就扣瓜 如若顶了瓜 项面的马上就挣钱 来钱快的办法是看病 如去智求顺 一个智一个铜板 虽然不贵 但他们会说一大堆话 让你满脸都去点字 最后一个质疑大眉 其实也不便宜 而且把个脑袋点得像个花鸡蛋 比如有人问 你看我身子好不好 他就说 鼻为审判官乃五官之足 一面之表率 相书上说 鼻梁高准头正 为人正直 鼻子小准头头尖 为人灵巧 处事圆滑 他鼻梁一声奔波 准头不正 心地不良 你老兄的鼻子嘛 又比如有人问 你看我耳朵如何 他又说 耳朵厚 要有轮 有轮有阔 是贵人 耳要厚 福气厚 耳要薄 福气薄 耳要大 又要圆 又圆又大 是阴贤 两耳削薄 一室奔牢 两耳贴脑 富贵到牢 对面不见耳 乃大富贵之相 你阁下的耳朵嘛 还有人问 你瞧我的嘴好不好 下面的壁说 口要正 又要方 口如四字 福如江 唇口端正 红如猪 富贵荣华在前途 纯消薄 不露齿 一生劳累 亦无福 您阁下的出纳官嘛 这一套套的观点 特别符合国人的思维方式 简洁明了 有力 异于记忆和传播 语言形式上的多次重复和强调 有助于加深对信息的印象 人们对类比有一种着魔的信任感 而这种类比并不带有必然性 看似是经典的处世哲学 其实充满了简单粗暴的思考方式 之前我们说过项面先生挣钱的伎俩 对不同之人有不同的策略 这里再举一例 项面的望见人群中一人穿着打扮 面貌惊奇神像个光棍字号朋友 他便使用光棍条子 项面的手指光棍道 这位老兄五官端正 拳骨高耸 项书上说 男人拳骨高 必定逞英豪 女子拳骨高 杀父不用刀 你这位老兄就拳骨高 主于三大 哪三大呢 就是义气大 胆量大 志气大 义气大怎么说 就是你拿钱不当钱 遇见朋友真交 不怕家里没钱 亦要办有钱人的事 胆量大怎么说 别人有点事记在心里 能够发愁的睡不着觉 你不怕 有天大的为难事 亦不往心里去 该吃的时候真吃 该喝的时候真喝 志气大怎么讲 你这人看富的不八戒 遇上穷的不小看人家 银钱如粪土 脸面值千金 遇见是宁可钱吃亏 不叫人吃亏 这套话说出 那光棍字号的朋友 一定佩服他的相法高明 这话既指出了他的问题 又肯定了他的优秀品质 光棍朋友当然觉得算得准了 光棍如若问 先生你看我目下如何 下面的察言观色后便故动玄虚 你这人吃亏受累就在你的脾气上 如若遇见投缘对劲的朋友 要命都给 若遇见不投机不对劲的人 认他有多大势力 你亦不怕 真是千金可让 真朋友 话不投机 寸草争 见文王功而有礼 欲节奏 刚格齐扬 日下运气不佳 事事不凑巧 求财不到手 心里发急躁啊 又是一段夸赞人 真性情混得不好 不赖自己赖社会的说辞 光棍朋友更加信服了 所以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 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无论干好事还是害人 都能让人像喝了蜜蜂屎一样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而靠嘴吃饭的江湖人 对这一套最为熟人 江湖项面的秘籍有五项 一约前棚 二约后棚 三约玄关 四约丙点 五约托门 这套秘籍严谨 细致 把对人性的理解上升到了理论阶段 林林总总 浩凡绵密 是一种琢磨人的科学 本质却是没有科学 江湖项面所说的前棚 就是凭借算命先生的气场 用嘴一聊 就能叫油逛的人们围着他不走 这种能力非常了得 行话叫圆年 这也是我们导演 编剧工作者需要具备的能力 比如写一部网络大电影 必须在前六分钟就把观众牢牢吸引住 这直接关系到他六分钟以后会不会付费 还有短剧 前几集播放后才开始收钱 因此制片方会让编剧调动一切手段 如悬疑 情色 暴力三板斧 荤的素的全上 目的是把网民拴住 利用人性的弱点提高收视率 相声界则讲究三番四斗 通过多次铺垫 逐渐积累观众的期待 第二步也很重要 下面的缘好年后 便用韩信乱点兵之法把人拢住不走 叫拴马庄 一般场景如下 下面的向围观者生情并茂 逆扬顿挫的大声宣讲 别看咱这场子围着的人不多 内中的事可不少 我打眼一看 就知道谁有什么事 有两个要找事做 还没着落呢 一个人心里不痛快 要打官司 另一个心里很烦 家里有病人 还有一个气色不好的 正犯口舌 这一席话立刻就能吸引人的注意 甚至路过的人也会驻足聆听 下面的嘴里说着 眼睛不住地往大众脸上乱扫 这叫观色 又叫靶黄 譬如某甲正要和人打官司 他听下面的说 这些人里有个要打官司的 以为是说他呢 不由得心中一动 脸上立刻就现行 下面先生当即就将黄头拔过来 今天我还是不要钱 奉送相法 可不能全送 就送七位 笼子不送 哑巴不送 小孩子不送 我有七个纸条 谁要是叫我白送相法 您就伸手 接着一张纸条 便算是有谁一项 接着的一别喜欢 接不着的一别烦恼 围观的人抢着接他的纸条 算命先生特意靠近刚才现行打官司的那位 不经意地递出一张 官司哥一把抢过 项面的问官司哥 您是哪些人 官司哥回答 房山周口他 项面的面色凝重 你印堂发案 目下要和人家打官司 对不对 官司哥一惊 我这官司能赢吗 项面的卖乖 先不说你官司输赢 我先给你想想你是为什么是打官司 请大家看我相法如何 官司哥有些疑惑 您说说看 项面先生清净嗓子 你气色犯小人 二虎争食 官司哥拍掌顿足 真对呀 大家想一下 什么官司不是二虎争食啊 项面有时出奇的准 其实是项面先生使心要的黄头 有手段的 项面先生问某人是哪些人 这实在要地理黄 何为地理黄呢 林阔如先生在江湖丛潭中写道 中国地方很大 一线有一线的特殊职业 譬如山东张秋人 多在家乡种地务农 若是出门做事 则有两个途径 在各省市 各商部码头 筹缎行做事的人很多 时有八九在祥子号 张秋人若在二十岁之前外出做事 一般都投亲靠友 同乡便把他们推荐到筹缎店理学徒 到如今祥子号的买卖人基本上都是张秋人了 如不愿意投奔筹断行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当铁匠 干别的行当的则是百里有意 项面先生若能明白张秋县这种情形 就是他懂张秋县的地理黄 张秋人找项面先生谈相 只要说出张秋县三个字来 项面先生就基本能知道他是做什么事的 穿的干净利落就是绸缎行 衣服脏脏兮兮就是铁匠行的 于是项面先生说 我看你是在商界 哪个张秋人一定佩服项面先生的眼力 这地理黄便是江湖金点十三黄里的第一黄 再如清末明初山西文水县人 在干果铺做事的居多 山西渔次县的梁行居多 山西舞台的军政界做事的多 山东烟台县的饭庄做事的多 山东焦州人就北平这地方而言 在西四排漏吃油肉行的多 山东曹州府的在军界入伍的多 直立定心县的在澡堂子煤铺做事的多 算挂项面的要是不懂地理黄 比如见了山西人 硬说人家是唱二皇的 那就不用挣山西人的钱了 项面先生不简单 为了骗几个钱 要寄多少无聊的东西啊 王哥说 他们做刑警的必须严准 江湖人的本领是值得借鉴的 王哥年富力强的时候 是九十年代初至北京奥运会前 那时的破案手段远比不上今天 今天有遍布全国的几亿摄像头 各种进口的最顶级的警务设备 无处不在的王哥员 媲美克格勃 CIA摩萨德的朝阳群众 打击犯罪的力量和手段 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王哥的很多经验 放在今天已经有点跟不上形式 但他的功夫是硬功夫 而且作为谈资和故事 也是颇为有趣 作为同样以研究人性 为自己第一要务的编剧导演 这些个识人手段也是非常有用 邻居王哥是一位爱讲故事 并且非常有故事的老警察 他曾协助经侦部门破获了几起金融诈骗案 诈骗手段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制造豪华场景 承诺高额回报 设计复杂骗局 利用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投资结构 让人迷惑 用名人代言 其本质就是你贪图利息 他拿走你的本金 回头看一下民国时期的江湖骗术 本质上与今天的诈骗并无区别 江湖知道随着时代变迁 生意手法也在不断进化 民国年间 有些个坐洋车的人 时常会在人流中穿梭 将传单塞入行人手中 上面印着某某大象是即将抵达北平 居于某某饭店三楼之18号房间 那某某饭店一般都是北京城内最好的公馆 五星级 接过传单的人心生疑惑 惊讶算命先生竟然住在如此高档的地方 这类算命先生的相法也与众不同 强调八大特色 一能知 士能工商拿借做事 二能知 父母房与不房 三能知 昆仲几个 四能知 七公有无 闲与不闲 五能知 子私有无 和年立子 送中有几 六能知 目下吉凶祸福 七能知 现在所谋 稳事成与不成 指定应对方针 八能知 祖业有无 后边还印着 如不灵验 分文不取 怎样收费呢 一般是谈项五元 占取两脚 每日只谈三项 三项过后 扔收五元项字 时间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止 过时不后 语气中透露出一股股的优越感 感觉是不缺生意 门槛高 要知道那时的五元钱可是一个上班族一个月的工资呢 另外传单上通常都罗列了一系列的政客名人 就像现在的某些饭馆都挂上老板大厨和明星们的照片 或者是大官的提词等等 不知内幕的 还真不知道这个像是 是个什么人物 任何玄妙的像面记忆 说到底都是生意 江湖从谈中聊到 像面这种生意在经典这一门里数它最难 它的要求极高 首先 像面先生要长得仪表堂堂 气场大 在挂洒火山 也就是穿着阔绰 往那一站就能唬住人 吊坎叫做人事压点 连阔如先生认为 各种意义如唱戏的角色一样 必须有台风才能镇住场 第二得要碟子利落 也就是有很强的蠢齿之能 用今天的话讲叫能忽悠 第三得有夸 也就是有嗓子 有这几样特长 便能靠经典生意行走江湖 王哥说 从他几十年的人生经验看 成功的人往往形象都非常好 而成功的企业家大部分都很帅 这和人或多或少都带有动物属性有关 人们往往对漂亮的 顺眼的人有好感和亲近感 从而产生信任 但人的外表并不能体现其道德水平 人性既优暗也美好 成功企业家和诈骗犯 往往就一念之差 或者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成了就是企业家 失败了良心嗓于困境 就变成了诈骗犯 或者说诈骗犯侥幸成功 然后走了正道 成为企业家 连扩如先生明活十年 在前门曾接到过一张传单 上面印的是某某大象 是檀相八大特色 连扩如好奇心胜 要豁出去挤毛羊去檀檀相 他找到了旅馆 向茶艺问名号头 进到了大象式的临时相馆 屋里摆设阔绰 一尘不染 连扩如心里明白 那是人家的旅馆 不足为奇 这位先生长得方面大耳 身体肥胖 穿着阔绰 大富大贵的样子 一嘴的文明词 谈吐文雅 凭他那人事就很压点 桌上放的润格是八寸宽 二尺多长的玻璃框 那里用上好的宣纸写了八个字 贫不济力 富贵加增 那些小字写的是 粗坛相法一元 中坛相法五元 细坛相法十元 细坛流年三十元 细坛终身五十元 大富贵相百元 粗批八字两元 中批八字五元 细批八字十元 细批流年五十元 流年佳季六十元 流年佳季八十元 流年佳季一百元 趋吉避凶 重要方针 临时面意 莲库如看那楚门 也就是价目表 着实吓了一跳 真是天价呀 那年代的一块大洋 基本上乘以三百到五百倍 就是今天的前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离谱 落座之后 有伺候大相氏的茶艺递给莲库如一根三泡台香烟 又倒了一碗热茶 那热气扑出来喷别香 估计是吴玉泰的茉莉花茶 相氏向莲库如问了问贵姓 莲库如来得及 忙喝下那碗茶想解解渴 不料茶一下肚 肚子里却咕噜之响 叫那碗茶打得心火下去 几乎中气不接 相氏一旁轻轻冷笑 莲库如定定神 抽了那根三泡台香烟 感觉好些了 大相氏问您是谭相吗 莲库如回应 求先生指教 相氏往桌上一指 吓莲库如一跳 桌上有个木板写着 已过三相 啊这就过了三相 莲库如猛然想起他们的章程 谭相一元 临时站收相姿两脚 三相为止 莲库如这才明白 现在就是已过了三相 若要再往下谈 至少得花一块钱 莲库如这时才明白他们的套路 但他转念一想 本来嘛 人家住的高档旅馆 敬客都是三泡台的香烟 上等的香片茶 挣你两毛钱 还不够人家喝水的呢 莲库如寻思 有心不谈吧 又怕人家武功自己 也就是江湖人 管偷奸耍花 吊坑叫武功 那些日子 莲库如先生正囊中羞涩 他摸摸兜 好在前一天刚当了五元钱 金贵衣服 腰里还有三块 便低声下气地说 粗谈谈吧 幽默的莲库如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像是指着我的五官 如同法院过堂 我赶紧掏给人家一块钱 幸而没把当票露出来 若是把拱叶子 也就是当票露出来 人家心里还不钻钢 江湖人管骂人掉坑叫钻钢 莲库如事后感叹 我没叫他们敲上 花一块大洋开开眼界 若是一块大洋到了天桥谈下 够谈十次 十位先生给我戏谈终生的 莲库如先生写江湖丛谈 也真是很拼呢 高级骗子最重视包装 之前我们聊过高买 那高级别的老月 都得靠华丽的外表撑门面 像极了今天的金融诈骗 我一个朋友去一个某某资本上班 那豪横的公司只投资年利润三千万以上的公司 并辅导上市 公司内装饰豪华 上班的人衣冠楚楚 人模狗样 有操台湾腔的 有满嘴杨文的 老板更是形象好 风度翩翩 极富人格魅力 但熟料一年后的某日 突然一夜之间就搬空 高管也联系不上 我朋友莫名其妙地又换了工作 所以我比较信王哥的结论 所有的公司任他如何华美 任他怎样包装 其实都是些不折不扣的草台班子 江湖项面其实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无论他们说的有多么荒谬 但不可否认项面先生对人性的深刻领悟 王哥这个干过刑侦工作的老警察 常年与阴暗博弈 与各式犯罪分子打交道 自然对这一手法非常感兴趣 献黄是经典十三黄里的第二黄 生意人要明白这第二道黄 脚比懂得地理黄还要难上一层 比如某人告诉项面先生 他是房山周口人 按地理黄说是应当如何呢 那个地方的人十有八九都在眉窑上做事 按献黄也就是明白人的说法 凡是有矿产的人都免不了与人争夺 揣情度理 他要是没事也不大会来北平 当年北平的最高法院是管附近二十县 项面先生猜这人来北平一定是上诉 说某人气色犯二虎争实 是对了他的献黄了 项面的人在对项面先生产生信任感后 一般会问 你看我打官司是输是赢 项面的必说 看你这气色 轻者会伤财 重者有危险 看向者一定害怕 这就是被扣了瓜 他把瓜顶上了 心中害怕 一定还会追问 你看我到底是输还是赢啊 项面先生善于拿捏火候 此刻一定不说 有张罗者给别人送相 看相的人因为顶了瓜 就站在那里不走 等着花钱看相 项面先生此刻则施展各种手段 某甲像几句扣个瓜 某蚁像几句扣个瓜 有七八个人顶了瓜 他就开始插符子了 什么叫插符子呢 项面先生说 真金不怕火炼 好货不怕实验 我送几句相法 是叫大家听听我的相法如何 送相的就是几句 若是谈相可就多了 一辈子吃喝穿戴 一路十路 父母死亡 兄弟几位 七公克不克 有五子私 几个儿子送终 得计不得计 势农工商 应人哪见 富贵贫贱 穷通受邀 为人脾气秉性怎样 少中老三不大运 哪不运好 哪不运坏 详详细细的把一辈子事都谈尽了 那才叫相面呢 那要给你们谈相 要多少相礼呢 黄金有价亦无价 我谈相就是一块大洋 今天不为挣钱 就为传明 常言道 人过流明 艳过流生 人过不流明 不知张三李四 艳过不流明 不知春夏秋冬 我今天谈相不要一块钱 每相就收两毛 若是都谈相 我可谈不过来 只谈八相 我这有八张纸条 哪位乐意谈相 哪位伸手 谁接着我的纸条 有谁一相 接着的一别欢喜 接不着的一别烦恼 过了八位之后 如若再有人谈相 我还是要一块相礼 一许你不谈 一许我不相 哪一位要明白终身大事 富贵贫贱 目下的阅令 急凶祸福 进退方针 就接我的纸条 说到这里 他就开始散纸条 这时候别人或许还怀疑 但那几个被扣上瓜的人 就抢着伸手接纸条了 等到把纸条算完了 抢金的生意 前棚的事就算搞定 但挣得下钱 挣不下钱 还得看后棚的能力 王哥感叹 真是一纸一世界 其谋堵天机 街头生意的本质 就是心里较量 而相面之玄妙 只能靠理性思考 逻辑推讨 才能拆解谜局 避免上当 江湖人管算卦相面的 总称为金典 比如两个江湖人 在路上相遇 张三问李四 您做什么买卖 李四答 金典 张三便知李四 是以算卦相面为生 经典行当又分 雅金 嘴子金 枪金 袋子金 老舟等等 民国年间 在各市场各庙会 常见一类相面先生 坐地装哑巴 在他们摊子上 通常有个玻璃镜框 写雅相 或写揣鼓神相 又在摊子上写 坐地不语 我非雅人 先写后问 盖部虎人 父母双全 父母不全 兄弟几位 七公有无 有子无子 子公己卫 等等字样 其实他们不一定是雅巴 或许就是相术不精 脑袋不太灵光 故只能摆地摊 而江湖人的规矩是 这类坐雅相的 不准使高案子 坐地不语 有如下几种好处 故作神秘 人潜意识中 对某些生理机能 有欠缺的人 都会有一种心理预期 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 会有高人一等的感官能力 第二 就是避免言多语失 雅相据说在相面行当里比较低端 因此简洁是必要的 少说话 以免露出马脚 第三 就是与跟头符子有关 那些事先写好的跟头符子 言语简练 似是而非 具有多重解释的特征 话多了 反而会失去神秘感和实用功效 雅相先生用手指点行人 让游人围着他观桥 江湖人吊坎叫圆年 游逛的人们见哑巴下面视为一怪 往往便会围拢过来 做这种生意的人必须能戳朵 才能使得上拴马桩 戳朵就是写字 还是倒戳朵 感觉很有趣 叫人看了懒得走 拴马桩就是将人拴住 吸引住的意思 之前卖的那些乖 则起了决定性作用 王哥认为江湖社会不仅有三教九流 还包含有很多文化因子 如宗教 禁忌 习俗 隐语等等 构成了江湖社会复杂多样的文化内容 江湖人的行为 时刻与主流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对抗 江湖人更是各类刑事案件的高发群体 所以研究江湖文化 维护社会治安 对于警察这个行业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投名师坊高勇 是走江湖的小本生意人成功的秘诀 凡是能够挣到钱的生意人 都受过良好的夹磨 夹磨 以前我们聊过 生意人管受过师父的真传 吊坎叫夹磨 有些个老江湖 少年时候正赶上清末 读过一经 常言说 读过一经便会算卦 这些老江湖到了无事可做的时候 就弄个什么千筒子 六窑挂盒之类 再弄些渊海子平 不适正宗 万年利 麻衣像 玉霞记 往挂摊上一摆 开始做生意 但他们往往是坐在挂摊后边 死于不张嘴 既不会元年 又不懂得要黄把黄 更不会搞钱 成天家在挂摊后边坐着发愣 江湖人管这种人吊坎叫空金点 又叫死空子 这种傻念书 不知灵活运用的人 江湖人称作钻坚 江湖买卖如果不会使星 便置不到处 生意人投师授业学会了使星 亦得熟读补试 星象各种书籍 给人算卦项面的时候 心里使得虽是星 嘴里可要说尽书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嘴里都是主意 肚子里都是生意 江湖人总结为 星家间赛神仙 又说相人一包 空子一挑 相就是指最有能力的生意人 讲究个平地扣笔 手巾一条 铅笔一根 站在市场内 仅凭唇齿之能 就能元年子挣钱 那种摆个挂摊 放一大堆东西 费时费力 尽做无用功的生意人 江湖人计较他们 是空子一挑 所以生存不仅需要知识 更需要有灵活 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和技巧 那些只知傻读书 不懂得提高认知的人 往往难以在江湖中立足